第350章,齐了。场中,一道剑光乍现,陡然间,便是有着一声淒厉的惨叫声从那王旭的口中传出来。与此同时,我的身形直接出现在原处,在我的手中还紧握着一只手臂。原处,那王旭捂着断臂之处,整个人脸色一阵苍白。而我冷冷地看着王旭,眼神之中并没有丝毫怜悯。这种家伙,是不值得怜悯的。 这个教训是告诉你,别仗着自己,后面有个家族,就到处欺人。话音落下,我倒气直接灌输进入我手中的这条断臂之中。随后,这条断臂直接化为一阵血污,消失在空中。对面的那王旭一双眼睛无比怨毒地看着我。不过此刻,这家伙并没有说话,因为他也没有说话的资格。还真是,好一个心狠手辣。 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略显冰冷的声音传出来,只见那身穿白衣的姬文生朝着决战台这边缓步走过来。我朝着他看过去,这个时候,他的目光自然也是凝聚在我的身上。 最终,姬文生走到那王旭的身边,手中一个玉瓶递给王旭。 这要吃了,你的伤势会在今天痊愈。听到这话,那王旭也是连忙接过姬文生手中的药瓶。出声说道,多谢姬兄。 看到王旭将要劫走,姬文生的目光也再次转移到我的身上。我就这么看着姬文生并没有说话。 说吧,你是哪个家族的?我很想知道,什么家族会出你这种狂妄之徒。姬文生看着我,冰冷的声音再度传出来。 听到这话,我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周围的人都看着决战台之上,脸上露出一些幸灾乐祸的表情。 这小子,还真是心狠手辣,连姬文生的话都没用。这下算是彻底地得罪姬文生了。得罪姬文生倒是小事,这家伙,恐怕是得罪了姬家了。 决战台下,你一眼我一语地出声。而我却并没有在意,看着眼前的这个家伙,我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原本我只是以为,这家伙会就这么算了。 然而,他似乎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将手中的长剑收起来,看着对面的姬文生,出声说道,姬家难不成都是你这种小人。 伪君子,如此的话,那还真是有些令我失望啊。这就是所谓的八大古族的姬家。听到我的话,眼前的姬文生脸上的神情顿时间变得有些冷力起来。 他眼神中的沙光一闪即逝,死死地盯着我。 小子,你知道你说这句话,足以让你死多少次了吗?虽然这家伙,心中有着杀意,但是此刻的他,似乎还有尽可能地维持他那翩翩公子的形象。 而我听到这家伙的话,并没有在意。而是看向面前的姬文生,出声说道。 不得不说,你真的很引人瞩目呢。因为你在出现的时候,我就稍微注意到你了。因为,在我和这王旭没上决战台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出现了,不是吗? 虽然气息隐藏得很好,别人并没有发现你。但是,你目睹了我们和王旭等人争执的全部过程。 真是挺碰巧的。这中间,你这位满是大人大义的公子哥,姬家的少爷,可没有出来帮我说半句。 就在这王旭落败的时候,你就跳出来了。完美,逼真,恰到好处啊。在我提出要履行赌约的时候,你他妈就跳出来了。你说巧不巧?大家说,巧不巧?而且还极力地维护王旭。我想,要不是王旭落败,被斩断手臂的人是我。你恐怕会转身就离去吧。 我看着对面的姬文声,一字一句地出声。而听到我所说的这些,姬文声的脸色已经是变得越发地难看起来,甚至身上的气息也变得稍微有些不稳。 小子,你别信口开河。我看你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掩盖你自己心狠手辣的本质。随即,姬文声看着我,冷声喝道。对此,我却并没有丝毫地在意,而是继续出声。 哦,对了,我知道了。在最关键的时候出来,然后拉拢一下王旭。怎么说,王家的势力也不俗啊。要是能拉拢到姬家下面,自然是最好的。毕竟我这么一个不知名的人,得罪也就得罪了。要是能得到王旭的好感,到时候在收服王家一事上面,肯定会有些作用的。你觉得的,姬少爷。 说完,我看着眼前的姬文声,现在的姬文声,脸色一阵难看。他双拳紧握着,在他的心中,正在抓狂。他没有想到,我会将这些说出来。而且还说得这么的准。 此刻,所有人都看着决战台之上的姬文声,一个个的脸色,都变得有些古怪起来。很多人不知道在琢磨些什么。但是我感觉到,更多的人是在好奇。好奇我为什么敢这般,直接将这些说出来。 其实这种东西,聪明点的人都能够看明白。当然,也有人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认为姬文声是真正的一个仁义之事。但是说出来和不说出来,完全又是两种概念。怎么回事?文声,你为何在决战台之上?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所有人都将目光转移过去。之前谁的注意力都在决战台上,所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有人过来。 而我也跟着看过去,这次来的人还不少,有二十多个呢。鸡家的人,不对,还有银家,云家,八大古族,都齐了。不是,江家的人没来,江家的人很少在赤阳街内露面的。一道道声音传出。而我看向这些人,倒是没想到,八大家族的人,竟然都齐了。对了,江家的人没在。这也就让我更加的郁闷了。我一直都想知道,江念一是不是江家的。 但是这情况,完全没有看到过江家的人,所以,我连问话的机会都没有。 风哥,这小子,出言污蔑我鸡家。 听到这话,顿时间鸡文声也是转过头去,看向说话的人,鸡风,是目前在这赤阳界之中,实力最强的人,实力已经到了太清净七重。 而且已经淬炼了三次盗气,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够离开这赤阳界,去往另一个地方,淬炼身上的盗气了。 随着那鸡文声话音落下的瞬间,顿时间,我便是感觉到,一道道目光,都朝着我这边凝聚过来,随后落在我的身上。 而我随便看了一眼,就知道,这些家伙,一个个都不简单。 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这次组织所有赤阳界的修士,一同抵抗受潮的家伙。 江流,没想到你也来了赤阳城。 不等我说话,顿时间,人群之中一名女子便是站出身来,喊着我的名字,我朝着那地方看去,赫然是云静。 没想到她也来了。 我看着云静,微微点头示意。 这时候,云静的身边,一名身材妙慢,但是脸上却显得有些冷冰冰的女子看向云静。 出声问道,小静,你认识她? 云静连忙点头,不过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江流? 你就是那个,斩了我赢家弟子一条手臂的那个家伙。 就在云静喊出我名字的瞬间,一道道声音在这场中传开。 我看着说话的那个家伙,是赢家的人。 而且,我在她的身后,还看到了云静。 倒是没有看到云空,很可能已经离开了赤阳间。 云静? 可是她? 那赢家的人说完之后,又看向身后的云静,出声问道。 云静的脸色有些不好看,随后连忙点了点头,因为她并没有说在此人手中吃别的事情。 要知道,他们被抢了赤阳经不说,竟然是完全不敌。 这要是说出来,简直丢人。 所以她只能荒称说是没有找到此人。 这家伙,竟然连赢家的人也得罪了。 此刻,那王旭和苏南看着决战台上的那道身影。 此刻的他们才知道,我并没有说谎。 没错,正是我。 我看着赢家,说话的那人,出声说道。 要知道,想要避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躲避。 更何况,这里面反正又不能随便出手。 这家伙就算是八大古族之中的赢家,又能怎么样? 只要不能随便出手,对于我来说,便没有什么问题。 混账,你斩银空一臂,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 此刻,赢家之中的一名子弟也是瞬间站出身来,身上的气息爆发而出,赫然是太清净六重的强者。 而且他恐怕,已经淬炼了两次倒气,身上暗中气息,令人心惊。 要是放在外面世俗界,就算是太清净九重,他也能一战。 银空为什么被我斩掉一臂? 他没有告诉你们吗? 如果他没说清楚的话,你最好去问一下,还是说,你想成为第二个银空。 我看着说话的那个家伙,冷冷出声,虽然他是太清净六重,又是淬炼了两次倒气。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都不重要。 人家要对付我,那我没有理由当缩头乌龟,没有那个习惯。 银树兄,不着急。 我银家和此人,似乎也有些矛盾。 说话的这人,乃是银家的银风,他看向刚刚说话的那银树,顿时出声说道。 随后,他也是将目光投向了银文生所在的位置。 出声问道,文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刚银文生可是说了,敢出言侮辱银家,这是不可饶恕的。 第351章,闭关。 这家伙说完之后,又将目光投递到我的身上,眼神极为的犀利。 很显然,这些家伙都是相当的自傲。 这时候,银文生将事情的缘由说了一遍,不过他中间省略了一些事情,对此,我也是冷冷一笑。 还是当当那句话,你来了多久? 你自己知道,那王旭等人对我咄咄逼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跳出来? 真以为别人和你一样傻。 我毫不客气地看着银文生,顿时出声说道,没有丝毫给他留面子的意思。 这家伙自己都不要面子,那我没有理由惯着他的。 就在我刚刚说完之后,那鸡风也是看着我出声。 这位道友,你又何必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呢? 听到这话,我却是冷冷一笑,直接转身。 随便你怎么想,你们自己玩吧? 我实在没办法和你们这种君子待太长的时间。 我一把手,直接跳下了决战台,随后准备离去。 听到我的话,鸡风的脸色微微一沉。 他没有想到,我连他的面子都不给。 小子,你斩了银空一条手臂,难道就想这么离去吗?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身后顿时传来一道鹤声。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我身形一顿,因为我知道,是银家的人发话了。 而我转过身,看向银家的人,淡淡出声。 我没时间和你们在这儿浪费,想找我算账啊。 可以啊,我现在太亲近五重,淬炼了第一次道歉。 你们银家要是不服,同等级的出来。 不过,我只接受生死决战。 还有,五百吃羊精的赌注,要来吗? 我看着银家,那群人所在的位置,直接出声说道,随着我话音落下的瞬间,顿时现场便是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而银家的人面色一顿,显然也是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直接说出这样的话。 生死决战。 要知道,一般不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没有人愿意上生死决战台。 因为谁都知道,上去了,那就必须只有一个人能走下来。 只要不是天大的仇恨,谁愿意和自己过不去呢? 听到我的话,银家的人一时间竟然是没有人回话。 而我则是冷冷一笑,转身直接离去。 银兄,何必跟这种人过不去? 目前我们应该着手准备迎接兽巢的来临。 要知道,这兽巢,足以让我们收获颇丰,早日将实力提升上去,才能够进入下一片区域。 这个时候,那疾风走到那银树的面前,出声对着他说道。 而八大家族其余的人至始至终,也没有人说话。 至于云靖,他刚刚已经出声让身前的人帮忙的,但是人家告诉他放心,不会有事。 云说,乃是目前在这赤阳界之中,云家子弟之中修为最强的一个人,和那疾风差不多。 我走到某个地方,等待起来,因为刚刚我刻意传音给冷刀他们,让他们暂时不要跟着我,我怕别人会盯上他们。 很快,冷刀跟到我的身边,我给了他们两百赤阳精。 冷兄,这是你们之前投资的回报,我将赤阳精递给冷刀和冷剑,面对我给的赤阳精,冷刀却是连忙拒绝。 江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来你出手,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兄弟二人,现在让我们要你的赤阳精。 你只要将我们的本给我们就行了,剩下的你自己留着。 我是绝对不会要的。 看着冷刀的样子,冷剑也是微微摇头。 不要,这两个家伙,也未免有些太固扯了吧。 最终,我无奈一笑,并没有再劝。 因为我知道,男人还是需要一些尊严的,在冷刀和冷剑看来, 要是我给他们的赤阳精手下,他们心里面肯定会随时都觉得欠我的。 这反而会让他们的心境不好,我只好将赤阳精收起来。 我身上现在可以说是相当的富有,足足有着五百多的赤阳精, 那么我第二次淬炼到气,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冷兄,我刚刚打探了一下,听说受潮的袭击好像还有十来天的时间。 我准备在这十天闭关,尽快完成第二次到气的淬炼。 我看着眼前的冷刀和冷剑,本来我也没有打算在赤阳城淬炼的, 但是我刚刚打听了,根据赤阳城的消息, 那些赤阳妖兽,还在汇聚之中, 所有就算是受潮要出现,也足足需要十来天的时间准备。 这十天总不能浪费。 而且我第二次淬炼到气,也完成了一半, 现在也就只剩下一半了。 我要是能够完成第二次淬炼到气, 那么我的实力肯定是会增强许多。 和冷刀和冷剑分别之后, 我直接进入了阵法之中。 而且交费的时候, 那负责人告诉我, 说阵法会在寿朝来的时候自动打开。 也就是说, 寿朝来的时候, 阵法就不会保护我们, 因为在这赤阳界里面的所有修士, 都必须要全部加入战斗, 抵抗寿朝的袭击。 最终, 我还是进入阵法之中, 因为在我看来, 十天左右的时间应该是足够了。 我进入阵法里面之后, 便是将赤阳经全部都放在面前, 随后开始进入修炼的状态。 赤阳经不断地钻进我的身体之中, 然后淬炼着我体内的倒气, 倒气的强度, 也因为赤阳经的淬炼, 正在不断地变强, 察觉到这一状况, 我的心中也是一喜。 然而, 我面前的赤阳经消耗, 却是极快的。 我不知道, 别人淬炼第二次, 花费了多少赤阳经, 但是我总觉得, 我这消耗的速度, 好像有些偏快了。 在阵法之中是, 时间过得很快, 最终, 我面前的赤阳经只剩下一百来克, 我这次, 竟然消耗了足足四百赤阳经。 快了, 马上就好了。 我心中一阵欣喜, 感受着倒气最后的那一点凝炼, 终于, 我感受到体内传出一声闷响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整个人便是睁开眼睛。 而此刻, 我面前的阵法也直接消失。 我的眉头一皱, 阵法消失。 轰隆隆。 突然, 我感觉到地面上, 都是开始变得有些颤抖起来, 有着灰尘飞扬而起, 察觉到这情况的瞬间, 我整个人直接掠出阵法面, 朝着赤阳城的城墙飞掠了过去。 而在远处, 正有着一道道恐怖的灰尘飞扬起来, 从那里面, 正有着一道道无比整齐的脚步声传出来, 还有一种令人无比压抑的气息。 兽巢, 来了! 整个赤阳城的城墙之上, 空中站立着许多的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前方不远处, 那里的那些赤阳妖兽, 正在不断地朝着我们赤阳城掠来。 那数量, 恐怕足足有着数千, 甚至不止。 诸位, 现在就是我们赤阳城危难的一刻, 我们一定要抵抗住这赤阳妖兽的攻击。 此刻, 一道身影站出身来, 他运转着倒气, 朗朗的声音顿时间传出, 我看了一眼, 说话的这家伙是疾风,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 这兽巢,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对于这疾风的话, 都是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那些赤阳妖兽距离我们赤阳城也越来越近, 而我们的目的, 就是不能让这些家伙破了赤阳城, 要是他们冲进赤阳城, 将整个赤阳城破坏的话, 那么想要重建赤阳城里面的这些东西, 阵法, 还有一切设施, 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些时间, 对于八大古族来说, 都是极为珍贵的。 我们今天看看, 这赤阳界的赤阳妖兽, 到底是有多么的厉害? 一道道声音在城墙之上传出, 随即, 八大古族之中, 赢家的那人站出身来, 随后沉声喝道。 杀! 随着声音落下的瞬间, 一道道身影, 直接冲下了这城墙, 然后朝着那下面的赤阳妖兽暴击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我整个人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随即, 我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地, 朝着下方掠去。 身形掠出的瞬间, 我身上的气息, 也是彻底地爆发出来。 我的目的, 自然是为了赤阳精。 不管怎么样, 这次在淬炼了第二次道气之后, 我再次感觉到我身上的赤阳精太少了。 我的这次淬炼, 足足花费了, 我有六百多的赤阳精, 这才是第二次。 那么第三次呢? 一千还是更多, 不知道, 所以我需要大量的赤阳精。 我的身形, 直接钻进了这些赤阳妖兽的身形之中, 随后, 我手中的长剑, 也是不断地在中间斩断。 一道道剑气横飞, 顿时间, 一头头赤阳妖兽的身躯, 都是直接栽倒在了地上, 鲜血见射而开。 而我则是快速地收去了这些赤阳妖兽的赤阳精, 这些可是此次战斗的最主要目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身形猛然间朝着这边扑了过来, 我的身形猛然消失在原地。 而后一头猛虎站在我的身侧, 这家伙, 身上仿佛是有着一丝丝闪电浮现一样,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中也是猛然一惊。 这家伙, 好快的速度! 我看着眼前的这头老虎, 这家伙绝对不是普通的赤阳妖兽。 他的身上, 不单单是有火属性, 还有雷电的属性。 我手中常见一扫, 眼睛盯着他。 第352章, 兽朝发起者。 这赤阳妖虎的实力, 在太清净六重, 只不过我总觉得, 这家伙身上的气息, 有些不大一样, 看着他周身缠绕着的那种赤红色气息, 还有中间不时闪现而出的银色雷电之力。 好! 不过这妖虎, 似乎并不给我过多的时间观察。 发出一声幕吼之后, 整个身躯便是猛然间朝着我这边掠来, 我脚尖倾点地面, 身形消失在原地。 手中常见, 毫不犹豫, 朝着眼前, 这头妖虎斩了下去。 妖虎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 就在长剑即将落在他身上的瞬间, 他的身形猛然朝着右边闪开, 整个避开了那道凌厉的剑气, 随后, 一只爪子朝着我拍下来。 感受到那凌厉的进风, 我身形闪略, 手中凝聚好的应杰猛然朝着这妖虎轰击过去。 八部神王翼, 加罗罗翼。 金翅大鹏在空中发出一声吏叫, 身躯朝着妖虎冲击过去。 妖虎怒吼一声, 口中竟然是凝聚出一道光球, 猛然一吐, 那光球直接从妖虎的口中爆发出来, 犹如一枚出塘的炮弹一般。 空中, 两道攻击直接碰撞在一起。 轰隆。 一声巨响爆发出来, 恐怖的气浪在空中散落而开, 感受着那恐怖的气浪, 我的身形朝着后方暴退。 同时, 我的心中也是充满了惊讶。 这妖虎, 不简单。 现在的我, 虽然是太亲近五重的实力, 但是我已经连续两次淬炼体内的倒气, 所以说, 正常情况来讲, 就算是我遇到太亲近六重的赤羊妖兽, 应该也能够尽快地解决掉。 但是眼前这妖虎我却没有做到, 这家伙的速度很快。 而且, 它身上的气息, 除了赤羊倒气之外, 竟然还有一种颇为诡异的雷电气息。 刚刚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那种雷电气息传递到我的身上, 我那加喽喽硬, 竟然是, 没有占据任何的上风, 甚至还有种隐隐落入下风的感觉。 妖虎看着我, 怒目而视。 而我的心中, 也变得谨慎起来。 想要对付这妖虎, 恐怕必须要全力以赴了。 想到这里, 我手中的问天剑开始轻微地颤抖起来。 下一刻, 我整个身躯猛然间掠出, 长剑之上, 一道闪烁着无匹杀气的剑刚爆发而出。 破刚剑。 剑刚脱离剑身, 空气似乎都被剑刚斩得朝着两边飞退, 随着剑刚斩出的瞬间, 我身形猛然朝着那妖虎逼近, 妖虎仰天怒吼, 口中再度有着能量不断地凝聚出来, 两种能量, 虽然说雷电之力并没有赤阳道气那么浓郁, 但是依旧可以看得很清楚。 又是一道光球凝聚成形, 猛然间朝着那剑刚发射来。 碰! 两道攻击碰撞而开, 又是一道震耳欲聋的声响。 周边的空间仿佛有些扭曲, 剑刚再次被那能量球给消耗完毕。 而此刻的, 我却已经到了那妖虎的面前。 一剑, 斩魂! 低沉的鹤声传出, 问天溅入闪电般, 在空中闪现出一道道剑影, 朝着那妖虎的身躯之上笼罩过去, 这妖虎猛然伸出两只爪子, 然后在空中不断地挥舞, 我清晰地看到, 在那妖虎的爪子上面, 隐隐有着雷虎闪现。 空中的剑影被这妖虎一一破开, 最终, 真正的问天溅被找到, 而那妖虎的两只爪子猛然朝着, 问天溅拍了过来。 空手接白刃? 好家伙, 我的眼皮子一跳, 手中的长剑依旧朝着它斩了下去。 两只爪子上面, 似乎有着乌黑的指甲出现, 直接扣在问天溅的两边, 下一瞬, 我便是看到, 有着一道道雷虎, 开始顺着长剑朝着我的身体流窜过来。 我身子在空中快速地旋转, 顿时间, 问天溅和那胡爪碰撞的地方, 有着一道道火花剑尸而开。 而我手中的问天溅也成功地脱困, 我的身形暴退而开, 但是我依旧感受到, 一种酥麻的感觉, 席遍全身。 这是雷电之力的攻击, 好在我退得快。 不然, 就不单单只是这种酥麻的感觉了。 这妖虎, 好生诡异。 就他身上这种无比诡异的雷电之力, 就足以让很多人都头疼了。 我倒是没有像, 我这开局才杀了, 而是多头赤羊妖兽, 就遇到这么个东西。 大爷的, 我还准备好好地搜刮一些赤羊精呢。 现在被这妖虎缠住, 真是有点郁闷的慌。 你这家伙, 既然已经拦路到我的面前, 那我只能将你宰了。 最终, 我觉得不和这家伙浪费时间, 因为不动用点真实的实力, 是没有办法杀了这妖虎了。 眼前这家伙, 要是光凭实力的话, 恐怕足以拼美那些太清净七重的赤羊妖兽了。 这次, 我并不打算浪费时间, 因为一切都要以那赤羊精为重。 要是在这儿被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到时候, 赤羊精可都是别人的了。 想到这里, 我身形便是猛然间略出, 与此同时, 我手中的硬结开始再度变化而开。 前踏硬。 一道身形在我的面前凝聚, 竖琴之上, 悠扬的声音传出, 却带着一丝婉转。 而声音冲击在妖虎的身躯之上, 顿时间, 这妖虎的瞳孔也是微微一顿, 显然是受到这声波的冲击, 与此同时, 我手中的长剑猛然拔出。 斩天! 拔剑朔! 呲银! 一声剑银传出, 场中一道白光闪现而过, 速度快到了极致。 顿时间, 眼前的这妖虎, 整个身躯一顿, 下一刻, 一道血腺猛然从她的脑袋上流淌下来, 眼中的生机也是开始快速地消散。 与此同时, 我的眉心处, 金色的小铃铛快速出现, 而后消失。 收取了这妖虎的赤羊精之后, 我的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 而后转移向另一处战场。 此次兽巢, 妖兽足足有着数千之多, 而整个赤羊城, 也不过不两千的家族子弟。 场中, 我也看到有家族的子弟受伤, 不过现在, 这种时候, 每个人身边, 几乎都有着好几头赤羊妖兽围着,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理会。 最主要的是, 这些家族中的子弟吧, 很多人都是心高气傲, 特别是那八大谷族。 而我跟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并不想去做烂好人。 在我受到针对的时候, 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丢我解围, 甚至还站在旁边幸灾乐祸。 人心这东西, 当真是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 中途, 我倒是注意了一下冷刀和冷剑, 这两个家伙配合在一起, 暂时倒是并没有任何危险。 冷刀贴身战斗, 而冷剑的身法也是极好的。 他配合着冷刀, 在冷刀危险的时候, 他都会很及时地出手。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 顿时间, 我看到地面之上都是鲜血。 当然, 人族修饰的尸体比较少, 但是也已经有人阵亡。 而赤阳妖兽的尸体, 则是到处都是。 为了赤阳精, 一个个的眼睛似乎都变得通红。 总的来说, 虽然赤阳城这边也有人伤亡, 但是我们还占据了优势。 很多人在灭杀这些赤阳妖兽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显得极为的兴奋, 而在人群的前面是八大古族的弟子。 这八大古族的弟子虽然说高傲一些, 但是这种时候, 他们却是冲在前面的。 不管他们是不是为了赤阳精, 但能够冲在前面, 这一点倒是值得认同的。 因为这些家族子弟之中, 也就只有八大古族的弟子, 实力比较强悍了。 啊? 突然, 就在这时候, 一声愤怒的嘶吼声传出,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整个人神情也是微微一愣, 这声音, 我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 这道愤怒的吼声, 似乎是将所有人的目光都拉了过去。 与此同时, 我也抬头看去, 顿时间, 一道庞大的身躯, 出现在天空之上, 摇摆着那数十米长的身子, 碾压在所有人的头顶。 蛟龙? 我看着头顶的那头蛟龙, 整个人心中都是生起一阵惊骇。 蛟龙? 我就说, 这声音这么熟悉, 因为在地府的时候, 我就曾经遇到过一头蛟龙。 不过, 那只是一头太清净初期的蛟龙。 而且还是受了重创的, 现在这头蛟龙, 却是巅峰时期。 而且, 这股气息散发出来的压力, 恐怕是在太清净巅峰的境界。 这蛟龙浑身通红, 身躯之上, 仿佛是围绕着火焰一般。 它的腹部, 有着两个微微凸起的位置, 好像要伸出爪子一般, 头顶同样是有着一根犄角。 这蛟龙, 恐怕已经成了气候。 没想到, 这次的兽巢之中, 竟然还有这样一头蛟龙的存在。 好! 随着蛟龙的出现, 下面的那些赤羊妖兽, 竟然是发出了一阵阵无比兴奋的嘶吼声, 听着声音的意思, 好像是在朝拜王者一样。 难不成, 这蛟龙是这些赤羊妖兽的王者? 好大一条蛟龙, 我在这赤羊界也有些时间了, 怎么不知道这赤羊界, 竟然隐藏了这么大一条蛟龙? 谁他娘的知道呢? 这家伙要是一尾巴甩下来, 得死多少人呢? 许多家族子弟看着天空之上的蛟龙, 脸上都是露出了一阵阵亥然之色, 很显然, 这蛟龙似乎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我看着前方, 八大蛟族的好几道身影已经一跃而去, 瞬间出现在那蛟龙的面前。 诸位, 没想到啊, 这次竟然遇到了这么一头大家伙。 那迎风看着面前的赤红色蛟龙, 冷声说道, 而那蛟龙的一对大眼睛, 也死死地盯着眼前这八大蛟族的人。 他也知道, 这几个人, 就是他要对付的敌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次的兽巢, 很有可能是这东西发起的。 这时候, 七人之中, 其中一人也是诞生说道, 他手中有着一柄长脊, 上面的鲜血未曾干枯, 而他腰间那鼓鼓的布袋, 证明刚刚的他杀了不少赤羊妖兽。 哦? 是吗? 那就有些有趣了。 又有人出声说道, 对于这蛟龙的出现, 他们似乎并没有惊慌, 甚至还有点跃跃欲试。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那蛟龙发出一声怒吼, 身后那条硕大的尾巴, 猛然间朝着下方横扫过来。 第353章 画龙 看到这一幕, 下方的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 所有人 朝着后方退, 不要靠近这蛟龙百米之内。 天空之上, 其中一人猛然喝道, 下一刻, 他的身形猛然掠出, 随后一拳朝着那蛟龙的尾巴砸了下去。 砰! 一声巨响传出, 陡然间, 恐怖的气浪在空中掀开。 而那道身影的身形, 却是不断地朝着后方暴退而开, 足足退了上百米的距离。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的看着天空之上的蛟龙。 很显然, 这蛟龙的实力, 他一个人, 根本就扛不住。 诸位, 不要看戏了。 这东西, 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 还是一起出手吧。 不然到时候这东西腾出手来, 将会是一个灾难。 刚刚出手的那男子陡然出声, 而后, 疾风也是看向出手的那男子, 笑道, 姚独兄说得对, 我们还是一起出手吧, 不联手的话, 这东西, 根本没有办法对付。 至于这蛟龙的赤阳精, 最后一击, 谁杀了这家伙? 就是谁的? 怎么样? 身为八大古族的子弟, 而且还是这赤阳界的领头人, 他们断然不会放下身份, 去说什么还要平分, 这是属于他们的骄傲。 而这也算是变相的一种竞争, 谁要是在最后必杀的一击杀了这蛟龙, 那么这蛟龙的赤阳精, 就是谁的? 这蛟龙足足有着太清静巅峰的实力, 虽说意义上它的赤阳精, 是三级赤阳精, 相当于二十五枚一级赤阳精, 但是真正的能量折算的话, 恐怕相当于百枚一级赤阳精那么多。 最主要的是, 里面的力量极为的精纯, 肯定是比一般的赤阳精淬炼体内的盗气来得更加的快速, 有效。 好, 那就按照疾风兄所说的, 但是得先说好, 不要为了最后必杀一击, 大家要是在战斗之中留守, 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有人看向疾风, 又看向其余的人, 顿时出声说道, 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都已经淬炼了三次盗气, 而且实力在太清静七重, 进入太清静八重也不过一步之遥, 现在七个人联手对付眼前这蛟龙,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我只是简单地观察了一下天空之上的蛟龙, 便是继续进入战斗之中, 这蛟龙留给他们杀救时, 我还要获取更多的赤阳精。 云靖, 小心!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身侧传来一声低贺, 听到有人叫云靖的名字, 我连忙转过头去, 看向那边, 云家不知道为何, 女弟子比较多, 或许是基因问题吧? 这在外界并不少见, 有的人生了四五个孩子, 有可能都是女娃。 此刻, 我看到几名女子正在对付两条巨蟒, 两条花蟒有着十多米, 比婴儿的身体还要粗, 比较棘手的是, 我看到那妖蟒的口中, 竟然是会吐出一些绿色的液体, 落在地面之上, 发出一阵阵吱吱吱的声音, 有着黑烟帽腾起来。 这是毒液。 而此刻, 一头巨蟒盯准准了云镜所在的位置, 朝着云镜一口咬下来, 云镜的身边几乎都被毒液包围, 显然没有退路了。 云镜手中一柄细剑紧握着, 上面的寒光闪烁, 很显然, 在这最后的一刻, 云镜并没有害怕, 她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 她从进入这赤阳界的那一天起, 就知道, 有可能会在这里面死去, 这是每一个家族子弟都要清楚的问题。 她自然也不例外。 就在那腰蟒血盆大口咬下来的瞬间, 云镜手中的细剑刺出, 目标是那巨蟒的眼睛, 退不了, 就只能拼死一击。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手拦住她的腰肢, 随即她的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 而那巨蟒的血盆大口直接扑空, 云镜正准备反抗的时候, 我轻声说道, 别动, 不然掉进那毒液里面, 我可就没办法了。 花音落下, 我身形快速地从那毒液之上闪过, 我周围的倒气发出滋滋的声音, 显然正在被毒气侵蚀。 不过好在的是, 这万物倒气对于毒液同样有着免疫性, 这些毒液对我并没有很大的效果。 江流? 云镜听到我的声音顿时有些惊喜, 随后转过身看了我一眼, 这时候我已经落在安全处将云镜放下。 看着眼前的云镜, 我微微点头, 不等我说话, 顿时间我感受到身后的颈风袭来, 一股腥臭。 我知道, 是那巨蟒扑过来了。 我身形猛然转身, 手中的长剑直接朝着那巨蟒展出。 一剑, 是神! 身形消失, 剑光在场中乍现, 下一刻, 那巨蟒的脑袋直接和身体分离, 然后掉落在地上, 我快速地将赤阳精收起来。 而巨蟒的身躯竟然还在扭动, 不过我并没有理会。 剩下一条, 你们应该自己能解决了。 随后, 我又回到云镜的身边, 看着他说道, 看到云镜点头, 我转身再次进入赤阳妖兽群之中。 此刻, 远处七大家族的领头人对付那蛟龙的战斗, 似乎也进入了白热化的局面之中。 而现在, 来犯的数千赤阳妖兽, 竟然只剩下不到一半, 但是人族修士这边也死了有上百人。 不过这个伤亡的数字,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周围掠来的妖兽都被我一一斩杀, 我体内的盗气自然也消耗了许多, 但是万物盗气恢复的速度何其之快, 这使得我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为了避免被发现问天剑的端倪, 我控制问天剑吸收那些妖兽尸体的能量, 只吸收一半没这样的话, 就没有那么明显。 而我能够感觉到, 问天剑也是变得越来越强大, 甚至有着一种极为兴奋的情绪 从问天剑之中传递出来。 吼! 突然, 天空传来一声嘶吼, 这声音使得很多人的耳膜都是一阵阵痛。 而我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猛然间抬起头朝着天空之上看去, 在那里, 我看到八大家族的人身形朝着后方暴退。 而那蛟龙的身躯之上, 那些鳞片竟然是闪现出一阵阵光泽一样, 看起来棱角分明。 而在蛟龙的腹部, 竟然是有着两只爪子, 破开腹部发皮肤, 直接伸出来。 看到这一幕, 我瞳孔微微一缩, 这是, 渡截了吗? 这蛟龙, 这是要画龙吗? 准确地说, 之前虽然称之为蛟龙, 但是这蛟龙只能算作是蛟, 当他渡过这一截之后, 才会被称之为蛟龙, 半蛟半龙。 而想要真正的画龙, 需要再度一截, 那种境界, 恐怕就是在斩三师之上了。 至于斩三师之上是什么境界, 现在的我, 都还完全不知道。 如果说这蛟化为蛟龙, 那么可就是相当于斩下师境界的强者, 就算是八大家族的子弟联手, 恐怕都不是这个家伙的对手。 不好, 这东西竟然要突破? 天空之上, 一声怒吼的声音传出, 欺人的脸色看起来都是无比的难看。 看到这一幕, 我心中也是微微一沉。 但是这蛟龙突破, 显然已经是无法阻止的, 因为他身上的皮正在蜕变, 本来看起来还是蛇铃的鳞片, 现在已经看起来很大, 开始类似龙铃。 这东西, 已经是真正的蛟龙了。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无比的恐怖, 在天空之上, 显得极为的霸道。 快, 尽力出手斩杀。 云书娇鹤出声, 现在的蛟龙才刚刚突破, 会有一个短暂的虚弱期。 要是能够在这段时间将之斩杀, 那么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真的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 想要斩杀这蛟龙, 他们七个是绝对办不到的。 想到这里, 顿时间, 七人的身形便是猛然朝着眼前的这蛟龙身躯暴掠了过去。 七人的身上, 似乎已经将气息催发到了极致。 这种时候, 七个人的手中, 都不能留手。 破天! 一声低吓, 从那手拿长脊的青年口中传出, 他手中的长脊, 陡然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气势, 仿佛要冲破, 这苍穹一般, 朝着眼前的蛟龙展落下去。 一道道恐怖的攻击落下, 然而, 那蛟龙的身上猛然有着炙热的气息散发, 龙口之中发出一声怒吼, 一股恐怖的火焰喷涌而出, 一道道身形朝着后方暴退而来。 显然,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奈何现在的这头蛟龙。 就算这蛟龙现在是突破之后的虚弱期, 但对于他们来说, 依旧办不到。 这一家伙现在根本就杀不死, 怎么办?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严重都是焦急的神色。 第354章 出手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逃。 这赤阳城乃是我们八大古族的人修建起来的, 要是被毁掉的话, 那便是我们八族的损失。 银树看着大家出生, 其实此刻, 谁都能够感觉到对方已经有了离开的心思, 毕竟, 只要出了这赤阳界就行, 但是许多家族的人倒是可以一走了之。 但是这赤阳城, 可是八大家族的人建造的。 耗费了许多的心血, 要是八大家族的人就这么离开的话, 那么这蛟龙肯定会将身后这整个赤阳城给毁掉, 那个时候, 八大家族绝对会亏损很多。 要知道, 每天进入赤阳城, 在赤阳城里面消费, 所得到的赤阳经都是被八大家族给平分了。 众人眼神中都是一阵无奈, 因为银树说的没有错, 他们要是走, 那么这个罪名就得被安放到他们的身上。 因为受潮这玩意儿, 以前进入这赤阳界修炼的, 人并不是没有遇到过, 但是人家那些家族子弟都是奋力抵抗, 最终化解了危机。 总不能遇到这次, 他们就要逃走, 到时候, 岂不是成了家族之中的笑柄了吗? 对, 一定要将这家伙拦住, 不然我就算是回到家族, 也没脸见人。 这时候, 又是一名青年出生, 他眼神中带着一抹坚毅, 身上却是显得有些狼狈, 很显然, 在刚刚的战斗之中, 他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既然如此, 那就拖, 拖住这个家伙, 等下面的战斗结束, 然后一起围攻。 我就不信, 这家伙身上的盗气好不见。 鸡风冷眼看着眼前的这蛟龙, 随后又看向众人询问意见, 现在这种战斗, 不能有半点的意气之争, 必须要尽力地配合, 不然要是再出现什么差池的话, 那可就真的没有挽回的局面了。 就如此, 有人出声回应, 顿时间, 七人的身形猛然朝着四面八方分散而开, 接下来的战斗, 他们要采取的是托。 我看了一眼上面, 看到七个人还在坚持, 虽然战斗已经落入下风, 不过好像没有人愿意逃走, 这倒是有点意思。 这些家族的子弟虽然说是自傲一点, 但还不至于那么贪生怕死。 下面的战斗也进入了尾端, 因为越来越多的赤羊妖兽被击杀, 这个时候, 天空之上的那蛟龙似乎是发现了异状, 整个身躯不断地摇摆着, 发出阵阵怒吼的声音。 而现在上面的七人已经不直接和蛟龙发生正面的碰撞, 然而就是骚扰战斗, 你攻, 我就退, 你退, 我就上。 身为八大古族, 家族之中自然是还是有些底蕴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算是打不过, 那么保命应该也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蛟龙看到, 暂时无法奈何七个人, 顿时间整个硕大的身躯竟然是开始朝着我们下面暴略而来。 很显然, 这家伙已经看透了那七个人的想法, 所以, 此刻的蛟龙也要对我们下面这些修饰出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七个家伙根本就拦不住。 快退! 天空之上, 有人猛然抱贺, 对着正在战斗的我们提醒。 我看着那庞大的身躯也是眉头一皱, 这家伙的身躯如此庞大。 而且, 自身的防御肯定是极强的。 要是他就用身体蛮冲直撞, 对于下面的修饰来说, 将会是一个噩耗。 下面太清静四重的修饰居多, 剩下的都是五重和六重境界的修饰。 但就算是这样, 肯定也无法拦住这个家伙的攻击。 看到那蛟龙的身躯掠来, 我们所有人开始不断地朝着后方暴退, 我的速度气快。 然而, 我看到, 很多人根本就无法躲开这蛟龙的攻击。 我在人群之中, 看到冷刀和冷剑被冲散, 还有云镜等人。 下一刻, 我看向那蛟龙张开的大嘴, 里面有着恐怖的火焰, 瞬间冒了出来。 恐怖的温度, 顿时间在空气之中弥漫而开。 我整个人身形一顿, 随后猛然间朝着那蛟龙掠去。 体内的倒气瞬间蜂拥而出, 在我的面前凝聚出一道猙獰的修罗身影。 八部神王翼, 夜叉翼。 猙獰的夜叉在我的面前凝聚而开, 仿佛一尊地狱的使者一般,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 而我的手掌猛然朝着面前一推。 夜叉瞬间化作一道黑影, 消失在我的面前, 朝着对面的蛟龙便是轰然暴流过去。 蛟龙口中, 火焰冲击而出, 顿时间和夜叉碰撞在一起。 此时, 那火焰的势头顿时间被阻挡。 而那恐怖的气浪也是直接将我整个人震退。 我身上的衣衫甚至都被焚烧得有些破烂。 这蛟龙的实力堪称恐怖, 现在的我想要在倒气上面和他一战, 简直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江流! 看到我受伤, 我没想到第一个冲过来的竟然是云静。 他脸上有着一些鲜血, 估计是妖兽的血液, 他双目有些通红地看着我。 你没事吧? 云静出声对着我询问, 闻言得我微微摇头。 你快退开, 这家估计是盯上我了。 这时候, 我感觉到两道灼灼的目光, 随后看向那蛟龙, 发现此刻的蛟龙正等着那双巨大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看来我刚刚挡住了他的一击, 算是得罪这个家伙了。 此刻, 天空之上的七道身影再度围在蛟龙的身边。 他们有的人颇为惊讶地看着我。 很显然, 刚刚那一击我虽然是在蛟龙的手中落败。 但是他们清晰地感受到, 那道公鸡不容小觑, 哪怕是他们都不容小觑。 这家伙一直在隐藏实力。 银树看着我, 有些冰冷的声音传出。 他刚刚要是和我们一起对付这蛟龙, 恐怕也不至于这样。 鸡风也紧跟着出声, 这个时候, 其余的五人并没有说话, 倒是那云书看着二人出声。 就你们之前对人家的那种态度, 说实话, 换做事物, 也不会出手。 然而他现在依然出手了。 我觉得, 二位还是不要如此的好。 云书的声音平淡, 说不出来在帮谁。 听到云书的话, 银树和鸡风两人都是面色有些难看。 这时候, 踢着长挤的那青年也是直接出声。 银兄, 鸡兄, 现在应该是将你们的个人恩怨放在一边的时候。 这青年说完之后, 银树和鸡风队试了一眼, 随后选择了沉默, 很显然。 他们知道, 这个时候, 他们要是继续为难我的话, 其余的几人恐怕也是不会答应的。 江兄, 在下任家任贤, 不知江兄可否出手相助, 一同对付这头畜生。 守那长挤的青年看着我, 顿时出声说道, 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这家伙的名字, 此人手中的那场挤绝对不是凡物。 而且他的招式大开大合, 每一招都极为的霸气, 认家的吗? 八大古族的每一个家族, 都有着无比深厚的底蕴, 不容丝毫的小觑。 此刻, 那东西, 明显是已经盯上我了。 要是没有其余几人的配合, 想要解决掉这东西, 的确是有些麻烦。 最终, 我微微点头, 而后朝着天空之上掠去。 随后, 对着其余几人抱拳, 至于银术和鸡风, 我没有鸟这两个家伙。 对此, 二人的脸色也是微微一沉, 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 江兄, 我们的战略, 施下拖住这个家伙, 等下方的战斗结束, 然后所有人参战, 围攻这头蛟龙。 这时候, 那任贤也是看着我, 继续出声。 既然现在我加入了他们, 那么他们自然也是要分享一下计划。 说白了这计划, 也并不是什么秘密。 在我看来, 甚至有点怎么说呢? 若智, 本来实力悬殊就这么大, 你想拖就拖吗? 很明显, 现在这东西已经有所察觉, 他想要攻击下方的人族修士, 所以, 这个办法行不通了。 我看着在场的几人, 直言不讳。 哦? 那一江兄的意思呢? 这时候, 另一人站出身来, 对着我说道, 这人叫姚广, 乃是姚家的。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那蛟龙, 此刻他的目光, 显然是已经死死地盯着下面的人族修士, 只要他有机会的瞬间, 就会毫不犹豫地直接出手, 对付下面的那些人族修士。 最好的办法, 就是杀了这个家伙。 我看着众人, 直接出声。 听到我的话, 众人的眉头都是微微一挑, 随后看着我出声, 短时间之内, 并没有人说话。 哼, 你说杀就杀。 要是能杀, 我们还用等你吗? 要不你杀一个, 我们看看。 听到我的话, 那银树也是直接出声。 因为之前和赢家的过节, 这家伙, 显然对我不是很待见。 对于银树, 我直接鸟都不鸟, 无视这个家伙, 就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说多了, 我怕忍不住, 我要对他动手。 这蛟龙现在已经是斩下尸的境界, 蛟龙本身体型硕大, 而且自身灵片的防御极强, 攻击力自然也不在话下。 所以现在, 我们就算是全胜时期联手, 想要杀了这个家伙, 可能性几乎没有。 云书看着我, 淡淡出声, 算是给我好好地解释一番。 对啊, 江兄, 想要杀了这蛟龙, 现在的我们, 似乎并办不到。 姚广也是有些无奈的出声。 我们为什么要用到气, 去击杀这个家伙呢? 我们可以用神魂力量。 我看着众人, 笑了笑, 出声说道, 第355章, 差不多了。 随着我话音落下, 所有人都是陷入了沉默之中。 而这个时候, 在场的许多人, 都是对视了一眼, 明白了, 我说这话的意思。 江兄的意思, 是以神魂力量, 灭杀这头蛟龙。 任贤看着我, 出声问道, 我点了点头, 这正是我的想法。 江兄可能不知, 这东西能够突破到斩下施境界, 自身的神魂力量, 肯定就比我们强。 而且龙魂, 本就无比地霸道, 这条路, 依旧走不通。 随后, 任贤无奈地摇头, 看着我出声说道, 哼, 说得倒是容易, 我看你就是来废话的, 咱们还是拖住这个家伙, 要是他真的乱来, 将下方的各大家族子弟击杀太多, 到时候这赤阳剑, 恐怕并不好交代。 此刻, 那疾风也是淡淡出声, 显然, 对于我的想法嗤之以鼻。 而我看向那蛟龙所在的位置, 其实刚刚这蛟龙, 一直都在按兵不动。 此刻的我眼睛一睁, 他一直都在蓄力。 小心, 这个家伙在蓄力。 你们继续以之前的方式, 骚扰攻击这蛟龙。 话音落下, 我整个人猛然掠出, 虽然不知道, 这家伙到底是在蓄力干嘛, 但是要是等他缓过神来, 我敢保证, 我们在场没有人能够挡住, 到时候将会是一个灾难。 就算是到时候, 我有着灭杀这个家伙的神魂力量, 也是无济于事。 看到我身形掠出, 其余的人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就是一个无知的家伙。 他竟然这么莽撞, 简直就是找死。 银树看着我冲出去的身形, 面色冰冷地出声, 显然对于我的行为, 很是气氛。 对此, 云树淡淡地看了那银树一眼。 这种时候, 我看我们站着看, 并不合适吧。 话音落下, 云树身形率先掠出, 紧跟着是任弦摇广, 那银树最终冷哼了一声, 还是掠出, 继续围绕在蛟龙的身边。 我玄枯而立, 出现在蛟龙的面前, 蛟龙看到我的出现, 顿时发出一声愤怒的怒吼。 而我看着眼前的这蛟龙, 心中也是变得有些凝重。 因为之前任弦说得并不错, 龙魂的确是极为霸道的。 所以, 就算是我现在的神魂力量, 有着对付斩夏师境界强者的实力, 同样不能有半点的小觑。 大家伙, 我们换一种方式斗一斗吧。 淡淡的声音从我的口中传出, 下一刻, 我一手直接点在我的眉心处, 顿时间, 一朵粉红色的莲花 直接从我的眉心之中钻出来, 粉红色的魂力遍布四周。 看到我眉心出现的粉红色莲花, 那蛟龙的瞳孔中, 也是有着一阵火焰闪过。 我伸手一点, 顿时间, 手中的粉红色莲花 便是直接朝着对面的这个家伙, 飞掠了过去。 必须要采取先机, 不然这家伙要是动用 倒气实力攻击的话。 那么我们, 可能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好。 一声震耳欲聋的低吼声传出, 顿时间, 我看到, 一条缩小版的蛟龙身影 直接从眼前这蛟龙的眼睛里面 飞掠出来, 朝着那粉红色的莲花 顿时间咬了过来。 而我手中的硬结变化。 开! 一声低吼传出, 粉红色的莲花直接开放, 而后一朵朵花瓣 便是瞬间化作 无比锋利的剑刃一般, 朝着那龙魂刺了过去。 与此同时, 其余人正在不断地围攻 那蛟龙是身躯, 但是这蛟龙的防御何其强大, 那鳞片上面, 有着火花剑射而开, 但是并不能破开这蛟龙的防御。 那魂力剑连, 轰击在那蛟龙的龙魂之上, 顿时间, 只见那蛟龙的四只爪子 不断地对着空中的那些 魂力花瓣抓过来, 一抓一个爪。 转眼的瞬间, 我便是面色阴沉, 因为我看到, 有着四朵花瓣 都被这龙魂彻底地毁灭了。 这龙魂, 当真是无比的霸道。 想到这里, 我霓王宫之内的神魂力量 再度弥漫出, 一道巨大的手掌 直接凝聚在我的面前, 然后直接朝着这个家伙抓了过去。 狙魂兽! 这狙魂兽面对龙魂 肯定是无法奈何。 但是要是这狙魂兽 能够将这龙魂控制住, 那么再用魂力剑连去攻击的话, 情况恐怕就不一样了。 狙魂兽的速度奇快无比, 瞬间到了那龙魂的上空, 然后一只手直接朝着 龙魂抓了过去。 龙魂看到狙魂兽抓过来, 一头冲了上去。 然后, 狙魂兽猛然合拢, 死死地将那龙魂抓住。 看到这一幕的我心中大喜, 随即一道道魂力剑连都是 快速地飞掠而出。 然后,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极为庞大的力量正在挣扎, 下一瞬间, 魂力大手直接破碎而开, 龙魂从其中挣脱出来。 好! 龙魂对着我, 发出一声低吼的声音。 我身形蹬蹬后退, 心中震撼无比。 好家伙, 这龙魂的霸道程度, 竟然如此强悍。 我现在身上的神魂道数, 几乎都出境, 但是却依旧, 无法奈何这龙魂。 要是换作普通的斩下施境界, 现在我已经有信心将之斩杀了, 这蛟龙生存在赤阳界。 难道连这神魂的力量, 也是无比的强悍不成?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必须要继续战斗。 今天要是不能灭杀, 这个家伙的话, 那么我们在场, 恐怕有很多人都活不了。 想到这里, 我自然也不能继续隐藏手段。 至于那魅惑之力, 我直接没有动用。 那种魅惑的力量, 对于这种本身自身神魂力量, 就无比强悍的交融来说, 几乎是没有多大的作用的。 此刻, 我深吸一口气, 顿时间, 在我的眉心处, 有着一个金色的小铃铛出现。 随着小铃铛的出现, 霓丸宫内的那魂力大中也是, 直接和小铃铛, 彻底地融合在一起。 上面的金色符纹, 不断地浮现出来, 然后快速旋转。 而我看着眼前的这龙魂, 嘀吓一声。 去! 声音落下的瞬间, 我面前的这金色大中, 直接飞掠而出, 传出阵阵低沉的声响。 那龙魂见状, 自然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朝着金色的大中冲撞过来。 动! 下一刻, 这龙魂竟然水毫不畏惧地, 直接冲撞在了这大中之上, 随即发出一声极为低沉的闷响之声, 不过好在金色大中退后一些, 却并没有落入下风。 这是我的底牌, 一般来说,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是不会显露出来的。 总之, 这东西, 不会让我失望。 果然, 现在只有我的金色大中, 能够和这龙魂想抗衡。 我手指朝着金色大中一点, 顿时间, 上面的金色符纹, 也是瞬间开始飘飞了出去。 朝着对面的那龙魂, 金色符纹飞掠而出, 直接围绕在龙魂的身边。 这时候, 那龙魂身体开始不断地摇摆, 甩动, 尾巴, 还有爪子, 不断地拍打着那些金色的符纹, 瞬间开始陷入一个僵持的状态。 金色的符纹金光, 有时候会微微暗淡。 与此同时, 我也是感觉到, 眼前的这个龙魂身上的魂力, 也是会稍微地变得虚弱一点。 察觉到这一状况, 我心中也是一喜, 有效果, 就好。 至少这金色的符纹, 我暂时没有看到它落败过。 虽然到现在, 我都还不知道, 这金色的铃铛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且更加郁闷的是, 鬼洗到了这赤阳界, 对于这些赤阳妖兽, 竟然不起作用啊。 或许是这里面那种霸道的赤阳气息, 将妖兽本身的阴邪之气, 都彻底地掩盖。 而鬼洗本身就是, 只对阴邪之气, 有着压制性的作用。 不然的话, 直接压制眼前这头蛟龙的实力, 这家伙瞬间变成太清净初期, 那就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够解决的。 江兄这份神魂实力, 当真恐怖。 这个时候, 我和龙魂战斗, 其余人都是无比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此刻的任贤惊叹出声。 他们听到我说要用神魂之力战斗, 并没有想到, 我的神魂之力, 竟然会如此地强悍。 完全有着足够抗衡斩下施, 境界强者的神魂力量。 其中, 银树和那疾风的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他们之前想要针对我来的, 到气实力上面, 我肯定和他们还有些差距。 但是这赤羊戒, 又没有说不能动用神魂力量战斗。 要是我动用神魂力量, 他们二人都不知道自己会有多惨。 云书看着和龙魂激战的那道身影, 美眸之中也是闪过一抹异彩。 难怪他说, 要用神魂力量对付这蛟龙。 云书轻声自语。 此刻, 那龙魂看到久久没有办法将身边的那些金色符纹给击退, 开始变得有些焦急了起来, 身上的魂力开始突然间便是狂暴起来。 而看到这一幕, 我的眼前也是猛然一亮, 因为我等的就是这个家伙暴躁的时候。 双手硬结一变, 神魂之力开始快速地朝着四周扩散开。 熔魂? 这阵魂机的第二时, 熔魂需要在别人没有那么防备的情况之下, 或者说别人魂力散乱而开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将别人的魂力溶掉。 这个家伙之前一直都稳得很, 并没有自乱阵脚, 所以那个时候动用, 效果会很差。 要是被他察觉, 情况就会更加糟糕。 而现在的话, 就不一样了。 随着魂力散步而开, 顿时间, 那龙魂的身躯上面, 有着一丝丝魂力开始泄露出来, 被我彻底地融入我的魂力之中。 此刻, 那龙魂突然快速挣扎, 发出阵阵怒吼。 啊? 第356章 雷球 见到这一幕, 我嘴角微微上扬, 此刻才察觉到, 既然我已经选择出手, 那肯定是有着十足的把握, 怎么可能还会让这个家伙逃脱呢? 龙魂身躯上的神魂力量, 不断地被我融入自身。 感受到这龙魂的力量减弱之后, 那粉红色的神魂莲花, 再度绽放开来。 花瓣瞬间朝着眼前这龙魂的身躯之上暴掠过去, 灵力的气息在空中弥漫而开。 扑扑扑。 一声声闷响传开, 龙魂的身躯之上, 一朵朵花瓣, 尽数钻进龙魂的身躯之中, 龙魂逐渐虚弱, 挣脱的力道也开始变得无力起来。 而我更是快速地吸收着周围散落而出来的那些神魂力量。 这龙魂极为霸道, 吸入我的尼湾宫内, 顿时间感觉到一种极为充灵的感觉。 最终, 面前的龙魂全部消散在空中, 虽然天空之上的那条蛟龙依旧是是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 但是眼神中已经没有了半点的生机。 随后, 这蛟龙庞大的身躯开始朝着地面之上坠落下去, 我将金色大钟收回眉心处, 暗自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陡然传来一声惊天震响声, 却是那蛟龙的尸体砸落在了地上。 和蛟龙这般战斗下来, 我感觉到体内的神魂之力也是消耗巨大。 此刻, 一道道身影朝着我掠来。 江兄, 你无大碍吧? 姚广看着我, 直接出声说道, 闻言得我微微摇头。 没想到, 江兄的神魂之力, 竟然如此强悍。 此时, 任贤看着我的眼神中也充满了阵阵惊害。 我微微一笑, 出声道, 那里, 要是没有几位相助, 我一个人恐怕也无法灭杀这蛟龙。 客气话还是要说的, 至于一旁的银树, 还有鸡风两个人, 脸上并没有多少表情, 也不知道现在心里面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对了江兄, 刚刚我们的决议是, 谁要是最后杀了这头蛟龙, 那么这蛟龙的赤羊精, 就是他的。 现在江兄大可去取了那赤羊精。 不过这蛟龙身上处处是宝, 其余的东西, 江兄可能给我们一个人留点。 姚广继续出声, 他倒是直言不讳, 直接说明了情况, 听到这话的引述, 想要说点什么, 却发现, 这的确是他们商议的决定。 好! 我看着众人并没有拒绝, 这蛟龙可是突破到了斩下狮境界, 所以, 他的赤羊精级别, 恐怕是在三级之上, 不知道相当于多少一级赤羊精。 当我拿到这蛟龙的赤羊精, 也是, 使得我微微一惊, 因为这赤羊精, 竟然是足足有着一二的脑袋大小, 完全比那三级赤羊精, 都要大了三四倍。 里面的那种气息, 也是无比精纯, 现在就算是三级赤羊精, 都是无法比拟的。 然后接下来又分了这蛟龙的精血, 还有鳞片和龙精, 这些都是, 炼气的好东西, 出去就可以变换成气精的。 大战结束, 此次的兽巢, 也算是成功的抵御, 大家看样子, 都是收获颇丰, 当然, 赤羊城这边, 同样是陨落了近两百人, 其余重伤受创的也有很多。 大家退回赤羊城之后, 进入养伤的状态。 而我身上这次折算下来, 有着足足上千的赤羊精, 而且还没有算我手中的 这枚蛟龙赤羊精。 所以, 现在我想要用这些赤羊精, 进行第三次淬炼我身上的盗气。 进入阵法之中, 我便是将所有的气精, 全部都放了出来, 开始进入淬炼的状态。 这次闭关, 我足足花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当我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到浑身的盗气无比精纯, 充斥着的那股力量, 比之前强悍了许多, 第三次淬炼盗气成功了。 而我面前的赤羊精, 也剩下的不多, 仅仅只有百枚, 倒是我的实力, 也成功地进入太清精六重的境界。 从阵法之中出来, 赤羊城里面,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而且因为这次受潮的原因, 使得许多赤羊妖兽, 都很少出来活动。 这让猎杀赤羊妖兽的人, 稍微辛苦了许多。 而我从阵法之中出来, 并没有过多的耽搁, 便是直接掠出赤羊城, 进入了丛林之中, 三天之后, 我抵达了一处水潭, 看着眼前的水潭, 我的眉头一皱。 这是我根据从那妖虎魂魄身上得到的记忆寻找过来的。 这水潭, 就是那妖虎的栖息之地。 但是那明明是一头妖虎, 怎么会生活在谁里面呢? 这让我很是郁闷, 甚至怀疑我从妖虎身上得到的信息, 是假的。 不管了, 先下去看看。 看着眼前的水潭, 既然来都来了, 那自然是不能空手而归的。 我纵身一跃, 便直接跳进了这水潭之中, 一股寒气瞬间朝着, 我的体内袭击而来。 没想到, 在这赤阳晶,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个时候, 我看向水潭的下方, 不断地朝着下面深入进去。 三分钟之中, 我感觉到周围的压力已经变得极为的巨大。 然而, 这水潭下面似乎并没有什么收获。 难道说, 真的是我找错了吗? 那妖虎的魂魄本就睡残缺的, 所以得到的信息有些错乱。 就在我准备返回之际, 突然我看到水潭下面似乎有着一抹微弱的亮光传来。 察觉到这一抹亮光的瞬间, 我整个人快速地朝着下方靠近过去。 片刻之后, 我竟然看到一个洞口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亮光, 就是从洞口里面传出来的。 哦, 没想到这水潭下面竟然还有这种地方。 我微微惊讶, 刚刚差点就错过了, 此刻的我连忙朝着洞穴之中游了进去。 片刻之后, 我从另一个水面钻出来, 然后是一处巨大的山洞。 此刻我在这山洞之中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正是那妖虎的气息, 那妖虎果然就住在这里面。 对了, 雷电之力。 没错, 我来就是为了那妖虎身上的雷电之力。 我很想知道, 那妖虎身上, 怎么会有着别的妖兽身上都没有的雷电之力。 而想要找到答案, 那么来妖虎的气息之地, 那就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自然要寻找到那雷电之力的来源, 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盘坐下来, 然后神魂之力开始在这山洞之中弥漫出去, 片刻之后, 我猛然睁开眼睛, 朝着山洞的深处走去。 到了山洞的深处, 我看到那里, 有着一团银白色的东西, 正在闪烁着阵阵银弧雷电, 这看起来有婴儿脑袋大小的雷弧, 就这么悬浮在空中, 看起来极为漂亮。 然而, 只有我知道, 这东西, 绝对不简单, 因为那隐隐散发出来的力量, 使得我都是不敢轻易地靠近。 不过不时会有着, 一丝雷电之力弥漫出来, 我猜测, 之前的妖虎, 肯定就是, 借着这些弥漫出来的雷电之力, 才使得自己身上的气息和别人不一样, 甚至到气质中, 还带着一丝这种雷电的力量。 这使得那妖虎自己的速度, 各方面都是比同等级的妖兽强悍许多。 看着眼前的这雷球, 我并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竟然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可惜的是, 小白和叶鹰有不在。 不然, 他们倒是很有可能, 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不过我虽然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这东西, 要是被我炼化, 进入体内的话, 那么我的实力, 恐怕会大幅度地提升。 而我的倒气之中, 将会蕴含这种极为恐怖的雷电之力, 到时候在战斗的时候, 必定是有着极为恐怖的效果。 想到这里, 我心中略微有些心动起来。 站在原地打亮了这雷球半天的时间, 我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盘坐下来。 还是小心围上, 先尝试着吸收这东西, 弥漫出来的一些雷电之力看看。 最终, 我选择了保险起见。 这个时候, 要是遇到什么危机的话, 我身边似乎并没有能够帮助我的人, 所以我似乎还得靠自己, 不能太莽撞。 想到这里, 我的体内开始有着道气运转, 慢慢地朝着周围弥漫出来的那些雷电之力包裹了过去。 我想先将这些雷电之力吸收。 到时候, 我必定是会稍微地适应一点。 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时候, 我要是真的选择将这雷球彻底练化, 那么必定是会好很多。 既然下定了决定, 那我自然是开始行动, 一丝丝的雷电之力开始被道气吸引过来, 然后进入我的身体之中。 噼里啪啦, 空中, 隐约间传出阵阵清脆的声响。 听到这声音, 我的神情显得极为凝重。 当第一丝雷电之力进入我的体内, 我感觉到我的浑身, 竟然是传出一阵阵酥麻的感觉。 虽然只是一点雷电之力, 但是这玩意儿, 毕竟是雷电。 当时小白杜劫的时候, 我还历历在目,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天雷, 但是眼下这玩意儿, 给我的危险感觉, 和那种天雷, 并没有多少区别。 现在的我, 实力才太清净六重。 不能这么莽撞地就去尝试这种未知, 而且恐怖的东西。 想到这里的我便是更加谨慎起来, 开始吸收第二缕雷电之力。 周围弥漫出来的雷电之力很多, 我要是慢慢吸收, 自然是一点都不缺的。 循序渐进, 才是最好的途径。 第357章, 突变。 第三缕, 第四缕, 雷电之力被我一点一点地开始吸收进入体内。 慢慢地, 我感觉到, 一缕雷电之力, 似乎对我已经造不成什么感觉。 我开始吸收两缕一起, 慢慢三缕一起吸收。 不错, 就是这种感觉。 我发现我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 我的心中也是一阵狂喜。 按照这样下去, 那么我能够承受雷电之力的打击力量, 也会越来越强。 等我感觉到承受力差不多的时候, 就一举将眼前的这雷球, 全部吸收过来。 想到这里, 我整个人手中的硬节变化, 极为开始加重雷电之力的吸收。 噼里啪啦的声音, 不断地从那雷球之上弥漫出来, 似乎是感觉到, 我吸收得越来越多, 那雷球之上弥漫雷电之力的速度, 也开始变得愈发地快速起来。 而我却并没有察觉到,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突然, 那雷球开始快速地闪烁起来, 上面散发出来的雷电力量, 竟然无比地强悍, 那雷电也变得比之前更加的粗壮。 噼啪! 一声雷电披露的声响传出, 陡然一道雷电之力, 便是直接落在我的身躯之上。 我整个人身躯一颤, 猛然倒吸一口凉气, 那种酥麻的感觉传遍全身, 甚至犹如万蚁穿星一般, 浑身的血肉, 都是传出一种刺痛的感觉。 噼啪! 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 第二道雷电之力, 瞬间又一次击落在我的身上, 我紧咬着牙关, 此刻我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这雷球, 我发现, 这家伙似乎是开始跳跃起来, 不断地上下跳跃。 而且, 好像是有种极为欢快的情绪散发出来一样。 这是什么情况? 这雷球, 难不成还有灵吗? 我的心中大惊失色。 这时候, 我看到那雷球朝着我飘飞过来, 我的眼睛猛然间睁大, 因为此刻的我发现, 我自己竟然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这雷球落在我的面前。 唧唧唧, 雷球上面, 竟然是还有着一阵阵声音传出,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 不是, 大哥你想干嘛? 我看着雷球, 现在的我身上那种感觉并没有消失, 雷电袭击, 使得我整个人竟然是短暂地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大爷的, 怎么又出现这种情况了? 之前, 我不是已经很谨慎了吗? 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距离这雷球有一段距离, 但是有句话怎么说呢?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或许, 从我自那妖虎藏魂的记忆中得到这个地方的位置的时候, 不管是福是祸都已经注定了躲不过去了。 下一刻, 我睁大眼睛, 因为我看到眼前的这雷球, 竟然直接钻进了我的心口之中, 噼噼啪啪, 真正声音顿时间传出, 而我则是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的雷电, 直接开始遍布我的全身, 我胸口的衣服已经是在瞬间浇黑, 然后化作鸡粉消失。 啊! 终于, 我再也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惨叫。 这种痛苦, 仿佛深入骨髓一般, 让人根本就忍不住。 之前的那种感觉, 我还能咬着牙关承受, 但是现在, 这种感觉, 我根本就无法忍耐。 仿佛只有将这种痛苦, 通过吼叫宣泄出来, 心中才舒服很多。 不, 一点都不舒服, 那种全身每一寸血肉, 骨骼都在承受雷电的折磨, 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令人无法承受的感觉。 下一刻, 我感觉到我似乎要丧失意识一样, 因为我坚持不下去了。 哪怕我用尽了最大的力气去坚持, 却依旧是坚持不下去了。 最终, 我整个人直接栽倒在地上, 然后昏死了过去。 我的全身, 被雷电之力包裹着, 银白色的雷弧将我整个身体都笼罩在其中, 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睡着之后, 我感觉到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梦境, 这个梦境就是我在洗澡, 不过我洗澡的并不是水, 而是沐浴在一片银白色的雷电之中, 浑身的皮肤、血肉都在承受雷电之力的折磨, 而脑海中似乎有着一股意志在告诉我, 撑过去, 只要撑过去, 那我就能够获得极为强大的力量。 最终, 我沐浴在雷电之中疯狂, 嘶吼, 惨叫, 但是没有从那里面爬出来, 直到我最后失去了知觉, 因为那些雷电之力落在我的身上, 我都未曾有半点的感觉。 或者说, 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我变强了, 我的身体, 血肉, 肌肤都变强了, 导致我根本就不惧怕这所谓的雷电之力,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什么。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我悠悠地醒过来, 随后我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场景, 山洞里面, 那个雷球已经不见了, 我连忙爬起身来, 我身上, 衣服什么的, 竟然全部都不见了。 怎么回事啊? 我短暂地陷入猛逼之中, 完全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 现在这种情况, 看着我身上的肌肤, 隐约之间, 我仿佛是生出一种错觉, 那就是, 我皮肤, 好像又白了一点。 虽然说不上是小白脸, 但是我皮肤好像真的白了。 不对, 我记得之前我被那雷球攻击了。 随后, 我开始检查我身体的状况, 随着我体内的倒气涌现出来。 噼啪! 顿时间, 一声脆响传出, 我看到, 我的手掌中间, 竟然是有着一丝雷弧在闪动。 虽然只是一瞬间的时间,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我看得很清楚, 的确是雷弧。 我得到气中, 有了雷弧的力量。 我心中震惊无比, 随后我开始内视我的丹田之中, 下一瞬间, 我惊骇地发现, 在我的丹田中央,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多了一颗雷球。 这雷球在丹田中间, 周围的倒气, 似乎都在跟着那雷球旋转。 而感受到, 我一时进入丹田, 雷球开始无比欢呼雀跃地跳动起来, 他似乎在跟我打招呼。 小家伙, 你有灵芝吗? 我看着眼前的这颗雷球, 尝试着问题。 这时候, 雷球竟然是连忙上下浮动起来, 看这样子, 就好像是在点头一样。 我更加地猛逼了, 这雷球, 竟然真的诞生了灵芝。 你现在这样, 算是想要跟着我吗? 随后, 我又看着眼前的雷球出声说道, 那雷球再度上下浮动起来, 我心中大喜,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收服了雷球。 说实话, 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还是极为猛逼的状态。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却发现, 雷球竟然任由我, 我心念一动, 我的掌心之间, 顿时有着一道雷电之力出现, 甚至传出阵阵声响。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和我, 控制我的道气一样的顺手。 我直接伸手, 朝着面前的石壁一推, 顿时间, 手中的雷电之力, 瞬间飞掠而出, 落在那墙壁之上。 顿时间, 整个山体都是微微震动, 而那石壁之上, 有着一个的乌黑的取口出现, 上面还有着丝丝残余的雷电之力浮现。 好强! 我心中震惊, 这雷电之力的攻击力, 还真不是一般的强悍。 这下, 就算是遇到太清净九重。 想到这里, 我运转体内的倒气, 下一刻, 我整个人惊骇地发现, 我的实力,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是已经到了太清净九重的境界。 没错, 我在炼化这雷电之力之后, 我的实力, 竟然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直接跨越到了太清净九重。 这种速度, 连我自己, 都是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仔细确认之后, 我几乎可以确定, 没错, 就是太清净九重。 这, 未免也有点太过惊喜了吧。 此时, 我将体内的气息全部运转, 顿时间, 我的身上, 一股恐怖的倒气震荡而开。 而我浑身一颤, 一股静风呼啸, 竟然是直接在这洞穴之中, 传出阵阵闷响。 我嘴角泛起一抹淡笑, 现在别说是太清净巅峰, 就算是真正的斩下施境界, 我都不拒。 呼, 也不知道进入这山洞多少时间了, 也该出去了。 我在洞穴里面查探了一番, 的确是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之后, 我转身直接出了洞府, 而后从水潭之中出来, 我身形刚刚跃出水潭, 顿时便是看到, 旁边正发生一起战斗, 发生战斗, 是几个太清净四重的修饰, 不过我并不认识。 这些人看到我的出现, 顿时无比警惕地看着我。 小子, 你是谁? 闻言, 我看向这个家伙, 随后淡淡出声说道, 我是路过的, 你们继续。 我现在并不想在这浪费时间, 因为我想进入赤阳城去打听一下, 要怎么才能够离开这赤阳间? 要知道我进入这赤阳界, 应该也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 不知道外面叶音他们怎么样了, 当时叶音和小白去的是另一个地方, 叶音的意思, 当时我的实力是不够去那种地方的, 但是现在呢? 哼, 不好意思, 既然你已经碰到了我们, 那就自认倒霉吧, 将你身上的赤阳精救下, 我营重可以放你离开。 刚刚说话的那青年顿时上前一步, 冷眼看着我出生, 闻言的我却是眉头一皱, 又是赢家。 我和赢家这是八字不对头吗? 不, 准确地说, 问题应该是在赢家的人身上。 第358章, 借点赤阳精。 我要是不能, 看着眼前的这营重, 这家伙很有可能之前并没有在赤阳城, 不然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的话, 在赤阳城的人应该都见过我的。 我倒是不敢说有多大的威慑力, 但是现在, 就算是那银树站在我的面前, 都不敢这么狂妄地要我留下身上的赤阳精。 嘿嘿, 小子, 你看你是找死, 本来不想在你身上浪费这么多时间的。 既然你冥完不灵, 那我就让你知道, 我赢家人的话, 在赤阳界, 是不允许反抗的。 话音落下, 营重竟然是直接朝着我这边掠来, 看到营重脸上的神情显得无比的怨毒,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着眼前的营重朝着我掠来。 小子, 知不知道被断掉一臂是什么感觉? 紧跟着营重冰冷的声音传来, 而他的身形也到了我的面前, 闻言得我嘴角泛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啪! 一声轻响, 我一把抓住营重的手腕, 而营重脸上的表情 跟着一将, 他想要用力地挣脱, 却发现手掌怎么都无法动弹。 背断一臂的感觉, 我倒是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断刃一臂是什么感觉。 花音落下, 我一脚猛然踢在这营重胸口之上, 而抓着他手腕的手, 却未曾有半点的松开, 下一瞬间, 他的身形倒飞而出, 而那条手臂也直接从他的肩头脱落。 鲜血泵射, 那营重整个人也发出真正从惨叫声, 身形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之上。 啊! 惨叫的声音, 不断地从那营重的口中传出, 此刻的营重, 整个人面色都是一片惨白, 身上的气息微米到了极致, 而其余的几个营家人, 也是直接掠到那营重身边, 无比警惕地看着我。 我缓步朝着他们走去, 本来围在营重身前的那几人, 竟然是朝着后方退开, 将营重给让了出来。 哦! 看来, 你们营家也没有表面上这么团结啊, 还是有怕死的人。 走到营重的面前, 我蹲下身子看着他, 还需要我的吃羊精吗? 营重一双眼睛盯着我, 脸色无比地难看, 却是一言不发。 但是我感觉到, 这家伙的眼神之中, 却是依旧, 还带着一种极为怨毒的神色。 他不甘心。 小子, 你有种别走。 这时候, 营重依旧是不甘心地看着我出生。 文言, 我微微一笑, 看来你还想叫人。 那我等你, 我要看看, 今天你能叫谁来。 我盯着眼前的营重, 说实话, 对于营家的人, 我真的是, 没有一点好感。 从一开始遇到的营控, 再到后来的营正, 还有营树。 什么样的家族, 养出什么样的子弟。 这句话, 是一点都没有错的。 我看到营重手中捏碎了什么东西, 应该是通讯用的, 我并没有理会。 就这么站在原地等候了起来, 其余那几个被营家弟子抢劫的, 我不知道是哪个家族的。 你们要是想走,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听到我的话, 那几人对视了一眼, 随后对着我微微抱拳, 转身离去。 这小世界里面几十个小家族, 并不是每个家族的人都认识对方的。 他们之前, 正愁没有办法摆脱营家子弟的纠缠, 现在肯定不会再浪费时间。 片刻之后, 空中传出阵阵破空的声响。 听到这声音, 我抬起头, 朝着头顶看了过去。 我知道, 应该是营重叫的人到了。 就是不知道, 这次营重叫来的人, 到底是谁。 营重无比兴奋地从地上爬起身来, 此刻的他, 面色就苍白, 但是却显得极为的兴奋, 不管是谁, 得罪了营家都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营树大哥, 你终于来了。 看到天空之上的那道身影, 营重有些迫不及待地喊出声。 营树的身后, 还是那些人, 我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 因为我看到营树身后, 那些营家子弟身上的布袋, 竟然都是鼓鼓的。 怎么回事啊? 营树走到营重的面前, 连忙出声问道。 这个时候, 营重也是连忙把事情交代了一番。 最后营树朝着我这边看过来, 看到我的瞬间, 营树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是你? 听到营树的话, 我微微一笑, 看着营树出声, 没想到吧, 咱们又见面了。 说起来, 我和你们营家, 是真的挺有缘分的。 我无奈地摇头。 而营树的脸色, 也是变得有些不好看起来。 这个时候, 营树面色有些难看。 江流, 你为何屡屡和我营家过不去? 当真以为我营家, 怕你不成。 实话告诉你, 要不是在赤羊界? 你已经不知道, 死了多少次了。 营树盯着我, 眼神无比冷力地出生。 对此, 我则是不以为然, 这里面不能杀人。 而且能够进入这赤羊界的, 都是太清静。 营家要是能够派出更为强大的强者, 的确是可以斩杀我。 但是, 现在就是有这个规矩摆在这个地方。 难不成现成的优势, 我都不会去利用吗? 那我未免也有点太过傻了。 你现在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不是我和你营家过不去, 而是你营家的人, 真的比我想象中的, 要狂妄很多啊。 我怎么感觉, 这整个赤羊界, 都是你们的? 我看着对面的营树, 摇了摇手指, 顿时出声说道。 营树哥, 你跟这个家伙废什么话? 废了他一条手臂, 然后带出这方赤羊界, 直接杀了这个王八蛋。 此刻的那营仲, 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起来, 他连衫满是怨毒的神色, 要知道, 他刚刚可是承受了手臂 被活生生地拔下来的那种痛苦, 这个仇, 必须要报。 你看到了吗? 听到营仲的话, 我也是微微一笑, 看着营树出声说道。 江流, 现在整个赤羊城, 都在为了赤羊精而战斗, 所以, 不单单是我营家遇到你, 就算是别的不认识的人遇到你, 同样会让你交出赤羊精。 营仲前段时间, 并没有在赤羊城, 他并不知道你。 你完全可以教训他一下, 却还是如此心狠手辣地断他一臂。 你和我营家的梁子, 已经彻底结下了。 不管是你, 还是你背后的家族, 都要承受我营家的怒火。 营树一双眼睛盯着我, 却诉说着另外一个问题, 听到营树的这话, 我就知道, 这家伙肯定是觉得, 以我的家族能够威胁到。 但是他错的是, 我根本就没有家族。 你有错了, 之前这家伙问我, 知不知道被人断一笔是什么感觉, 结果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你们营家人, 估计是横行霸道惯了, 但是在我这儿, 这一切, 都不管用。 看你们的样子, 收获好像不错, 我正好, 也缺赤羊精。 不如吧, 你们的赤羊精, 都借给我用一下吧。 我看着营树, 淡淡出声说道, 文言的营树, 整个人面色都是无比的阴沉。 他一双眼睛盯着我, 面部开始扭曲。 江流, 营谋要欺人太甚, 就算是你神魂力量强大, 但是我只要拖住你片刻, 我们其余人对你动手。 你的结果, 可想而知。 营树对着我冷喝出声, 文言的我, 则是轻轻一笑。 哦, 你不说, 我还真没注意这事儿? 那好, 我不用神魂之力跟你们战斗, 这样总想了吧。 真是麻烦。 动手吧。 我看着对面的营树, 还有他身后的十多个人, 加上营仲这边, 一共二十来个营家子弟。 这些家伙腰间的赤羊精, 都是鼓鼓的, 全部加起来, 恐怕是真的不少啊。 因为兽潮的原因, 倒是暂时这赤羊剑内的妖兽, 并没有那么豪躁, 需要一些时间缓冲, 所以互相掠夺, 就成了最好的办法。 看营家人的样子, 收获真的不是一般的丰厚。 那我正好也就不用到处去跑了, 尽快进行第四次催炼体内的倒气。 现在的我, 本来就已经是到了太清静巅峰的实力。 而且我能够感觉到, 越是到后面, 催炼倒气的作用就会少很多, 这种赤羊精催炼倒气, 恐怕五次之后, 久微乎其微, 所以我差不多也是时候戳个时间, 离开这赤羊剑, 去看看叶鹰他们是什么情况了。 混账,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你还没有在赢家面前狂妄的资本。 银树的神情显得无比的冰冷, 整个人身上的气息瞬间散发而出, 感受到银树身上的气息, 我也是微微一愣, 可以, 太清静八重。 而且倒气的淬炼, 很有可能已经快逼近四次了。 这次不出意外的话, 回到赤羊城的银树, 应该会彻底的第四次淬炼倒气成功。 不过现在的话, 赤羊精, 估计得先借给我用一下, 给我一起上。 银树低鹤出声, 对于我说的什么不用神魂之力战斗的事情, 他完全不信, 所以他不敢有丝毫的小觑, 要是我真的动用神魂力量。 那么正如他所说, 只要他尽全力拖住我一下, 有人对我身体发动攻击, 那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看着面前的二十多人朝着我略来, 我看准最前方的银树, 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 地面之上, 一道银色的雷弧瞬间闪现而出。 哎,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我都说了我不用神魂之力了嘛, 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画音落下的瞬间, 银树瞳孔猛然一针, 因为他发现, 这道声音, 竟然是从他的耳边传来的。 碰! 随即, 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在空中传出, 而银树的身形便是化作一道断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而出。 第359章 赌占 银树的眼神之中充斥着难以置信的震惊, 他一口鲜血喷出, 面色之上, 净是震撼。 怎么可能? 口中, 传出一道微弱的声音, 他实在是无法相信, 这么短的时间, 一个人是如何从太清静五重强大到这种地步的。 银树对于自己的实力, 可是有着十足的自信, 他的确是忌惮我的神魂之力, 但是就到其修为上而言, 现在的他, 就算是对上真正的太清静九重, 都有着十足的自信战胜。 然而, 他刚刚竟然是连一招都没有接下, 这使得他整个人都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质疑。 不好意思, 有点其余, 这段时间实力提升到了太清静九重, 我看着银树的身形, 而后摸了摸鼻子, 笑着出声说道, 周围的所有人看到银树身形倒飞了出去, 一个个的脸上都是猛逼了。 因为银树可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人, 要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够离开这赤阳界, 前往另外的地方。 然而, 现在竟然在别人的手中, 连一招都无法接下。 上, 全部一起上。 然而, 银树虽然一招落败, 但是他的眼神之中, 冰冷的神色却是并没有半点的减弱, 因为他知道, 这边还有二十个人, 这就是他的优势。 只要一起围攻, 那么总会将一个人的盗气消耗殆尽的。 这时候的银树, 整个人也是爬起身来, 身形朝着我这边掠来, 看到这一幕, 我嘴角微微上扬, 既然这些人还不死心, 那就只能让他们都一一死心了。 我的身形猛然间消失自阿原地, 那些赢家的弟子, 可以说完全都捕捉不到我身法痕迹的, 开玩笑, 现在的我, 已经有了那雷电之力, 融入我的身体之中, 我的速度, 就算是斩下施境界, 都未必能够赶上。 更别说这些实力, 还不如我的人。 空中, 一道道沉闷的声音传出来, 一道道赢家弟子的身影, 从身边飞了出去。 而我的身形, 最终落在银树的面前。 银树的身躯一顿, 看着我, 紧咬着牙关, 一道掌缸猛然朝着我轰击过来。 不过我的身影, 直接消失在银树的面前。 它的那道掌缸, 直接击落在空中, 并没有击中我。 而我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银树的身后。 一脚踢了下去, 银树一个狗吃屎, 直接摔倒在地上。 人多, 不一定力量大的。 我看着银树, 淡淡出声, 银树趴在地上的身形,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而后, 我将地上, 躺着的那些家伙的布袋, 一个个收到手中。 走走走, 不错。 这些应该, 足够我淬炼第四次到齐了。 随后, 我提着那赤阳精快速地离去, 完全不理会身后的银树等人。 这时候, 银树的身形从地上爬起来, 它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那可是银家在赤阳界所有弟子的积蓄, 在这本就经历过一次受潮之后的赤阳界, 那相当于数千一级赤阳精的积蓄, 足够银家的弟子提升许多了。 而这样的情况之下, 却被人全部抢走了。 传令家族, 调动强者在外面守候, 只要看到僵流出赤阳界, 立即击杀。 片刻, 银树那充满杀意的声音顿时间传出来, 听到这话, 身边的银家弟子连忙取出一张福传, 对于后面的情况, 我则是并不知晓, 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抵达了赤阳城了。 赤阳城相当地热闹, 或许是因为寿朝刚过的原因, 整个赤阳城, 竟然比之前的那些修饰, 还要多。 更让我奇怪的是, 在一些决战台之上, 竟然到处都站满了身影。 本来我并没有怎么注意的, 但是片刻之后, 我看到某处决战台之上, 竟然是冷刀。 这家伙正在和一名对手激战。 片刻之后, 冷刀险胜, 而后提着一些赤阳精, 走下决战台。 你们俩什么情况? 怎么还上了决战台? 看到冷剑扶着冷刀过来, 我也是出声对着他询问。 听到我的话, 冷刀连忙抬头。 江兄! 卧槽! 你这手上, 怎么这么多的赤阳精? 看到我身上的布袋, 冷刀也是无比震撼。 说实话, 一下子抓了十多个布袋, 全部都装满了, 的确是有些引人注目。 嘿嘿, 发财了呗。 你们什么情况? 我笑了笑, 对着冷刀说道。 而此刻的冷剑, 也是对着我解释, 说现在因为兽朝的缘故, 赤阳界里面的妖兽骤降。 所以, 寻找赤阳精, 比之前要困难了许多, 兽朝的出现, 一般十年或者更久会出现一次。 而出现一次之后, 整个赤阳界, 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缓和一下, 不然赤阳妖兽, 也不够猎杀的。 所以, 最近各大家族的子弟, 为了得到更多的赤阳精, 就会选择来赤阳城赌战。 只要获胜, 那么就能够得到别人手中的赤阳精, 要是败了, 赤阳精就是别人的。 这是目前聚集了赤阳精最好的办法, 不过总有些人是倒霉的, 因为淬炼一次倒气又不够, 只能去赌战, 赌战输了, 那就一点赤阳精都没有了。 出去猎杀赤阳妖兽, 比以前困了许多。 所以, 你们俩就上面赌战了。 我看着眼前的冷刀和冷剑说道, 两人微微点头。 是啊, 不然能怎么办? 出去猎杀, 一个月也不见得有多少赤阳精。 我说这赤阳城,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的人? 原来是这个原因在里面作祟。 不单单是我们这些小家族, 就是八大古族的人, 也在这赤阳城里面设置了擂台赛。 而且, 他们的数额巨大, 动不动就是上千的一级赤阳精。 这个时候, 冷刀也是对着我出声说道, 这使得我的眼前微微一亮, 还有这种好事。 你先疗伤, 我去看看八大家族那边是什么情况。 说实话, 现在我手里面的赤阳精, 淬炼第四次盗气, 那肯定是足够了, 但是淬炼第五次, 估计还差。 所以, 想要淬炼五次盗气之后, 离开这赤阳剑, 那我就必须要继续寻找赤阳精。 稍微打探一下, 很快就找到了属于八大家族的区域, 我到了这篇擂台赛, 顿时间, 便是看到周围都站满了很多的人, 他们都是微光的观众。 而在这些决战台的周围, 还有一些位置可以落座, 八大家族的人, 就是坐在这上面。 五斗台之上, 有人在不断地激战, 很快, 奋出胜负。 哈哈, 于说, 你云家的这八百赤阳精, 我收下了! 还有谁要来, 我云家继续迎战。 这时候, 那疾风大笑着出声, 将决战台之上的那些赤阳精招过来。 随后出声说道, 听到这家伙的话, 我朝着云家那边看去。 坐在诸位上的云书, 脸色不怎么好看。 而刚刚失败的, 那名云家弟子走到云书的身边, 出声说道, 云书姐, 对不起。 文言的云书微微罢手, 无妨, 胜败乃兵家常事。 听到这话, 那弟子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云书的身后。 这个时候, 云书的身后, 云静站出身来, 对着云书说道, 云书姐, 下一场我来, 我有信心, 赌注加到一千五。 云静的话传出之后, 顿时间, 云书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看着云静说道, 你确定? 云静微微点头, 看到他的这个样子, 云书也是捏了捏手, 随后看着对面的疾风出声。 疾风, 接下来的一站, 我们这边出云静, 太清静六重, 三次淬炼到气。 你们那边出人吧。 随着云书的话音落下, 顿时间, 疾风微微一愣, 随后也是大笑起来。 哈哈, 既然云书小姐这么有兴趣, 那我自然是要奉陪了。 那么我们这次赌注, 两千赤阳金, 怎么样? 顿时间, 那疾风也是直接出声, 闻言的云书, 眉头一皱。 他们刚刚还说, 加注到一千五, 但是对方直接加注了两千。 难道说, 这家伙就这么有自信吗? 我看着疾风所在的位置, 看到那家伙身后一名青年站着, 此人我之前倒是没有看到过,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敢直接出这么大的赌注, 那肯定是有着十足的信心的。 不然的话, 这疾风不可能加注。 不过云竞的实力倒是也不简单, 就是不知道云竞能不能胜出。 好, 我答应你。 淡淡的声音从云书的口中传出, 顿时间, 云竞面色有些低沉地走向决战台之上, 片刻之后, 在疾风的身后, 一名青年也是缓缓踏步走向决战台。 在这青年的手中, 有着一柄长枪, 整个人看起来无比的冰冷, 就好像是一柄枪一样。 鸡家, 鸡无牙, 淡淡的声音从这青年的口中传出, 随后, 他身上的气息也是瞬间散发出来, 没错, 是太清静六重的境界, 而且, 倒气也是淬炼了三次的样子。 我眉头一皱, 总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 下一刻, 青年身形直接掠出, 手中的长枪出枪如龙, 直接朝着对面的云镜掠去。 第360章, 我来。 长枪之上, 灵力无比的气息直逼云镜而去, 云镜此刻也不甘示弱, 手中一柄长剑瞬间出现, 毫不犹豫地朝着面前一剑挑了过去。 冰刃碰撞的瞬间, 真正金铁交割的声音传出。 决战台之上, 火花剑射而开, 顿时间, 我便是看到, 云镜和那鸡无牙的身形, 猛然间退开, 两者中间, 一道气浪顿时掀起。 这第一次的碰撞, 似乎并没有分出高低, 看来这段时间, 云镜的实力, 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两人在身形分开的瞬间, 几乎没有半点的犹豫, 便是再度其事上。 决战台之上, 激战瞬间爆发。 而我则是注意到, 那疾风的神情, 显得极为的淡然自若, 就好像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样。 看到这一幕的我觉得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如果说淡淡是那疾风对于鸡无牙的信任的话, 也不至于如此。 要知道, 同等境界之内, 云镜也并不是一般太清净六重, 这家伙如何能知道, 鸡无牙吻胜。 战局持续几分钟时候, 我看到两人的身形再度分开, 刚的战斗之中, 依旧是没有分出胜负。 而此刻的鸡无牙站在原地, 那疾风也是淡淡出声, 无牙, 差不多可以结束战斗了。 随着疾风淡淡的声音传出, 顿时间, 鸡无牙微微点头, 然后长枪猛然插, 进地面之中, 手中的硬结开始快速地变化而开。 而鸡无牙身上的气息, 竟然是随着他手中的硬结变化, 而开始变得越发地强悍起来。 他身上的气息, 竟然在攀升。 太清静七重, 太清静八重。 短短时间, 这家伙的实力, 竟然是直接提升到了太清静八重的境界。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直接将云静给碾压了下去。 鸡风,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说好的同等级之间的战斗, 你竟然派出太清静八重的子弟? 此刻的云书, 自然是坐不住, 整个人从凳子上站起身来, 对着对面的那鸡风, 怒喝着出声说道。 听到云书的话, 鸡风的脸上则是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云书小姐, 你别着急啊。 我可以保证, 我并没有违反规矩。 因为这鸡无牙, 的确是太清静六重的境界。 只不过吧, 我们族内有一门比较特殊的秘书, 次秘书修炼之后, 能在短时间之内提升实力。 而他碰巧, 将这门秘书修炼成功了, 仅此而已。 这是秘书提升的实力, 而鸡无牙真正的实力, 的确是太清静六重, 这个, 我可以保证。 鸡风瘫了瘫手, 顿时间出声说道, 看着他的样子, 可以说, 要多无耻, 就多无耻。 不过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这的确是在规则之内的。 就比如, 我身上的火神怒, 这同样是一门秘书。 我要是施展了火神怒之后, 自身的实力同样会暴涨。 只不过在这赤阳界之内, 我并没有随意施展过。 首先, 那玩意儿施展之后, 可是有着后遗症的, 不到万不得已。 或者说, 身边没有值得信任的人之时, 我是不可能去施展这门秘书的。 不过, 就算是这鸡无牙的实力暴涨, 乃是在规则之内, 那么这鸡风, 也未免有些太过狡诈了。 而且故意加注, 就是为了从云家的手中 赢到更多的赤阳精。 这时候, 云静的脸色也是有些不好看, 但是那鸡无牙显然不是那种怜香惜玉的人, 他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随后, 整个人手中的长枪再度刺出。 这次, 鸡无牙身上所传出的那种恐怖气息, 云静根本就无法抵挡, 手中的长剑横荡在面前, 而那鸡无牙的枪尖轰然落在云静的剑身之上。 叮! 一声翠响传出, 随即, 云静的身躯便是化作一道残影, 直接倒飞了出去。 而鸡无牙整个人站在决战台之上, 身形一动不动。 云静的身形从位置上面瞬间掠出, 然后将落下的云静接住。 云静脸上满是不甘的神色, 要不是这鸡无牙的实力突然暴涨, 他有着很大的信心能够战胜, 但是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他根本就有些反应不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云静也是有些抱歉地看着云静。 云静姐, 对不起。 文言的云静微微摇头, 不怪你, 那疾风太过狡诈了。 云静并没有怪罪云静的意思, 要知道, 这件事情可以说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就是因为疾风故意给云静下的套。 云静小姐, 这两千赤阳惊, 我就不客气了。 这时候的疾风站出身来, 随后对着云静抱拳出声, 文言的云静脸色一阵冰冷, 不过最终还是将赤阳惊啊, 交给了疾风。 因为云静败了, 这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 而现在的那鸡乌静身上的气息平复下来, 的确就是太清静六重的境界。 虽然两千赤阳惊对于云家来说, 的确是是不小的数目, 但是输也是要输得起。 将赤阳惊交给了疾风之后, 云叔直接带着云静回到了属于云家的位置。 我看到疾风脸上颇为得意的笑容。 这时候, 疾风站在决战台之上, 而后直接出声, 诸位, 还有谁想要挑战我鸡家的, 现在就可以站出来。 现在的疾风, 可以说是相当的狂妄的, 整个人双手背负在身后, 看起来极为的得意。 面对疾风的话, 周围的八大家族并没有第一时间回话, 而且, 其中两个家族似乎本来就在战斗之中。 唉, 银树兄去外面了, 不然银家还有几个不错的对手。 看到没有人说话, 那疾风也是无奈地摇头, 随后出声说道, 看这样子, 竟然是直接将其余的家族扁了下去, 不过有心人都会注意到, 这家伙在说话的时候, 却是刻意地看向云家所在的位置。 云家很多弟子听到这话, 一个个的脸上都是显得几位的愤怒。 这个时候, 我从人群后面站到了前面, 随后看着决战台之上的疾风说道, 那傻, 不知道我能不能上来战斗。 随着我的出现,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我的身上, 因为刚刚谁都在关注这决战台之上, 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到来。 现在这些人之所以将目光全部都凝聚到我的身上, 是因为我腰间挂着的那些布袋, 里面可全部都是赤阳精啊。 这个时候的疾风也是朝着我这边看过来, 看到是我, 疾风的眉头微微一皱, 随后出声说道, 你就算了, 谁不知道你的神魂力量拼眉斩三师, 我们现在神魂力量的确是不如你, 不过这个世界神魂力量的强大并不是主流, 谁都知道神魂力量的消耗是巨大的, 所以并不适合长久的战斗。 这疾风看到我说话, 竟然并不敢出战, 而且不敢出战也就算了, 竟然还冠冕堂皇地找了一些理由, 这就让我心里面很是不爽了。 嗯, 那我要是答应, 不用神魂力量战斗呢? 我微微一愣, 随后再度出声, 对着面前的疾风出声说道, 闻言的疾风猛然朝着我看过来, 眼神之中闪烁着不怎么确定的神色。 你确定? 片刻, 疾风有些难以置信地对着我出声询问。 闻言的我很确定地点头, 没错, 要是中途谁发现我动用了神魂力量? 那么战斗的结果, 就是我认输。 我再度给面前的疾风保证, 这家伙原来也是如此忌惮我的神魂力量。 难不成他以为将我的神魂力量禁锢住之后, 就能够幸免了吗? 我看着眼前的疾风, 同时还可以地将我腰间的赤羊睛提了一下, 此刻的疾风面色也是陡然一沉。 看着我喝道, 好, 我答应你, 而且我亲自和你战斗。 疾风大喝出声, 而且感觉他亲自出手和我战斗, 好像是很给足我面子了一样。 这个时候的我也是一跃上了决战台, 随后出声说道, 我可得告诉你啊, 这段时间我可是有奇遇, 我已经太清静九重了。 你要是后悔的话, 现在就可以说。 我看着对面的疾风直接出声说道, 而闻言的疾风稍微一愣, 什么? 你竟然已经太清静九重了。 疾风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我连忙将身上的气息散发出来, 不过我所泄露出来的气息却并没有多么的强悍, 至少我所有的实力不能展现出来。 哼,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太清静九重吗? 不好意思, 我也太清静九重了。 此刻, 感受到我身上的气息的确就是太清静九重的境界。 而那疾风也是不甘示弱的出声。 看到这一幕, 我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惊骇的表情。 有时候, 做戏, 自然是要做足才行。 说吧, 你要赌多少吃羊精? 我告诉你啊, 少了一千, 我们不赌。 疾风冷眼看着我, 就感觉到我不会吓住很多异样。 而我这个时候, 则是朝着疾风他们后面打量了一下。 那啥? 你们总共有多少吃羊精啊? 听到我的话, 在场的许多人都是微微一愣, 显然没有弄明白, 我所问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江流,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就算把你身上的全部压了, 我们也赔得起。 注意到我的眼神, 那疾风整个人却是极为的不爽, 就好像他整个人都遭到了侮辱一样。 哦, 这样啊, 那我之前大概的清点了一下, 我这边好像有四千多的吃羊精啊, 要不我全部压了? 我试探着看向面前的疾风, 闻言的疾风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直接将我身上的吃羊精 全部都压在了这上面。 要知道, 这一战的胜负, 可是就要决定这些吃羊精的归属的。 你要是觉得多的话, 那我少压点。 看到面前的疾风不说话, 我也是连忙出声提醒到, 闻言的疾风连忙伸手止住。 你干嘛? 这都吓住了。 你还想反悔? 我看着疾风的眼神, 这家伙竟然怕我反悔。 我淡淡一笑, 看着疾风说道, 不会, 怎么会呢? 不会最好, 你说好的全压, 那就全压。 疾风连忙接过话去, 他可不想看到到了嘴边的鸭子给飞了。 第361章, 战疾风。 看到疾风脸上那表情, 我心中毫无所动, 甚至还有点想笑。 这家伙, 估计是已经觉得自己捡到宝了。 与此同时, 疾风也是盯着我。 我并不知道, 这家伙, 现在到底, 是在想些什么东西。 反正现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既然这样, 那就准备开始吧。 我看着对面的疾风, 顿时间出声说道, 此刻的疾风看着我, 嘴角微微掀起了一抹冷笑, 一抹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到的声音传出来。 哼, 无知小儿, 真以为你也是太亲近九重, 就能够和我一战? 殊不知, 就算是同等境界之中, 同样十分强弱的。 话音落下的瞬间, 我看到在那疾风的手中, 顿时间有着一柄大刀出现。 这大刀之上, 有着不断的神光流转出来, 看来这宝刀, 应该并不是普通的东西。 站吧,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除了神魂之力, 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手? 低沉的声音, 从那疾风的口中传出。 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整个人, 已经猛然朝着我暴掠而来, 手中的长刀, 猛然间朝着我斩下。 我看到在那长刀之上, 有着一道无比凌厉的刀器凝聚, 就算是一个太清净八重, 未必能够在这一刀器下面求生。 不得不说, 这疾风虽然说是狂妄自大, 但是自身的实力, 却是实打实的极为强悍。 长剑出现在我的手中, 猛然间朝着面前的长刀挑了过去。 答案, 一声脆响传出, 场中有着火花剑射而开。 而我和疾风的身形猛然错开, 疾风回身, 手中的长刀便是直接朝着我的脖子抹了过来。 感受脖子上传来的那股凌厉的气息, 我身形朝着后方暴退, 随后一剑朝着疾风所在的位置斩了下去。 破钢剑。 一道剑刚瞬间脱离我的长剑, 直逼前面的疾风暴掠了过去。 疾风的脸上, 顿时间露出一脸不屑的神情, 整个人猛然间霸刀一战。 杀神斩! 碰! 空中, 顿时间有着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浪掀起, 我和疾风的身形也是灯灯朝着后方退开, 倒是这决战台, 似乎是有阵法、保护一样, 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哦, 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 要有点本事。 对面的疾风看着我, 随后也是淡淡出声, 装的一匹。 看到这家伙的样子, 我整死有种想给他一巴掌的感觉。 你说, 你不装行不行? 很显然, 疾风的答案是不行, 因为他紧跟着出声, 我接下来, 可不会留守了。 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这次, 我手中的长剑猛然刺出, 与此同时, 场中, 无数的剑影出现, 直接朝着那疾风包裹了过去。 一剑, 斩魂。 无数的剑影, 疾风的眼睛微微一缩, 很显然, 第一时间, 他并没有找到这些, 剑影之中的真身所在。 片刻之后, 这疾风索性也不找了。 手中的长刀, 对着我的长剑, 便是猛然站落下来。 叠浪刀, 给我破开。 低吼的声音, 从那疾风的口中传出, 在他手中的长刀, 不断展落下来的瞬间。 我看到了, 我眼前的这空间, 仿佛是有着一道道的波浪浮现出来一样。 顿时间, 我看到眼前的那些波浪, 朝着我侵袭了过来。 与此同时, 那些剑影和刀器叠浪, 瞬间碰撞在一起。 扑扑扑, 场中, 一道道极为沉闷的声音, 瞬间传出来。 而我在感受到这股气息的瞬间, 我的身形并没有后退, 而是直接朝着前方暴掠而去。 手中的长剑, 再度朝着眼前的那些余波, 展落下去。 一剑, 是神。 剑气如似, 仿佛游走在周围的空间之中, 不易察觉, 顿时间, 我看着眼前的那疾风, 脸色微微一变。 他似乎并没有想到, 我竟然是会在这个时候, 连续发动攻击。 因为一般在这种时候, 都是有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就立刚去, 心立卫生。 这种情况之下发动攻击, 乃是极为不明智的。 而我, 却并没有担心, 因为在我的体内, 万物到气声声不息, 剑气瞬间轰击在疾风的长刀之上, 疾风整个人脸色无比的难堪。 而他的身形, 也是蹬蹬地, 朝着后方暴退了过去。 这个时候的我, 单手直接将手中的长剑收起来。 下一刻, 我手中的硬结, 开始快速变化而开。 八部神王翼, 加罗罗翼。 金翅大鹏快速地, 在我的面前凝聚出形状。 下一刻, 金翅大鹏瞬间仰天发出一声利叫, 随后消失在凹我的面前, 朝着对面的那疾风掠去。 疾风此刻刚刚应对了那剑气, 根本就没有时间反应。 下一瞬间, 金翅大鹏直接冲撞在鸡峰的身躯之上, 而他整个人直接朝着地面之上飞掠了下去。 此刻, 整个鸡家的所有子弟都是连忙站起身来, 无比焦急地朝着鸡峰跑过去。 风哥, 你没事儿吧? 江流, 你这家伙, 用了什么卑鄙手段? 这时候, 一道声音顿时间朝着我低喝,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连忙朝着那人看过去, 这家伙不是别人, 竟然是之前的鸡纹声。 我和鸡家的人产生矛盾, 应该说, 就是因为这鸡纹声引起的。 这家伙出现的时候, 就一副满是仁义道德的样子, 还在我面前装逼。 结果我没有给他面子, 就说我污蔑鸡家, 这才导致了, 我后来和鸡家的矛盾。 本来这都是小事, 相对于和鸡家来说, 和鸡家可以说是相当小的矛盾了。 但是这些人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总是想要在我的身上找回场子。 既然这样, 那我为什么就不会去成全他们呢? 对于鸡纹声的话, 我并没有理会, 而是看着地上的疾风出声道, 你输了, 赶紧给我四千八百一级赤阳精。 我伸出手, 看向下方的疾风, 文言的疾风, 面色无比的难堪。 他整个人一双眼睛怨毒地看着我, 冷声说道, 江流, 你隐藏实力, 故意针对我。 听到这话, 我微微一愣, 随后我笑了笑。 你这话就不对了了, 我怎么隐藏实力了? 我难道没有告诉你, 我是太亲近九重吗? 在场很多人都听到了吧? 是你自愿和我战斗的, 而且赌注也是你亲口答应的。 你别告诉我, 现在你要给我耍赖。 我冷笑着看向疾风, 这家伙竟然丢我来这套, 不过我倒是相信, 这家伙是不敢赖账的, 毕竟到时候他先赖账的话, 我直接选择对他出手, 到时候, 就算是八大鼓足的人追究下来, 我是有理的。 赶紧的, 我没时间跟你这么多废话, 先把吃羊精给我, 我还要忙着去淬炼我的盗气呢。 我再度出声, 对着那疾风说道, 听到我的话, 疾风气得再度吐出一口鲜血。 风哥, 这家伙明显是故意的,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吃羊精? 积文生似乎还是有些不甘心, 此刻的他冷眼看着我, 在他看来, 就算是不给我吃羊精, 我也不敢动他们。 你可闭上你的猪嘴吧, 现在你, 在我手中, 一招都走不过。 我看着那积文生, 越看这家伙, 就越像是一个伪君子。 我毫不客气地, 直接对着积文生冷喝道, 听到我的话, 积文生也是猛然一致。 你, 我什么? 有种你上来, 要是一招, 你还不下这五豆台, 算我输怎么样? 咱们读九千吃羊精? 现在我可不缺。 我看着积文生, 再度出声说道。 听到我的话, 积文生整个人面色一阵清一阵白, 整个人都是无比气氛, 但是却又不敢直接出声接战。 积风, 难道要我自己取吃羊精吗? 我看着那一言不发的积风, 这家伙现在这种时候保持沉默。 你以为还能玩什么把戏吗? 文言的积风神情一致, 随后看着身边的人出声, 去把赤羊精给他。 听到积风的话, 那积家的弟子也是微微一愣。 可是风大哥, 我们要是给了这家伙四千多吃羊精, 可就只剩下不到四千了。 这家伙, 有些同样是, 有些不甘心。 给他。 文言的积风, 却是更加的气氛。 他能怎么办? 他也很绝望。 他不想的, 但是能怎么办? 现在自己输了, 可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 哼, 真解气。 此刻, 云家所在的位置, 云静也是冷横出声。 第362章, 杀鸡傍身。 看到积家人的这一幕, 云家的位置上, 一个个云家的弟子, 都是极为高兴, 因为刚刚积风在他们的面前, 就是如此的得意。 最终, 积家弟子很是不情愿地, 将手中的赤羊精, 交到了我的手上。 简单地查看一下, 我便是对着那积风出声。 谢谢了, 郑愁这边, 找不到赤羊精淬炼到气呢。 面对我的话, 积风再度气地吐出一口血污, 对此我不以为然, 都说恶人自有恶人魔。 那我就算是当一个恶人, 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想到这里, 我转身走下了决战台之上。 这个时候, 云书的身边, 云静看着云书, 小声说道, 云书姐, 我下去一下。 文言的云书, 看了一眼云静, 随后微微点头。 云书走了下去, 朝着前方的身影, 小跑着而去。 江流!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我转过身去, 看到身后跑来的云静, 我微微一愣。 有事吗? 我看着云静, 出声问道。 云静看着我, 翘脸上带着笑容, 随后说道,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啊, 这话说的, 我好像没法接啊。 谢谢你啊。 这时候的云静, 又继续出声说道, 这一下就更让我有点梦了, 因为我有点没明白, 这谢谢是什么意思。 呃, 我好像没有帮助你啥呀。 我有些纳闷, 这时候的云静看着我, 谢谢你刚刚, 替我们出了一口气啊。 即将那些家伙, 欺人太甚了。 闻言得我顿时反应过来, 原来是因为这事儿。 不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好。 因为我之所以上决战台, 第一是, 我也想要吃阳精, 第二点才是觉得鸡家的人, 有点太嚣张, 过分了。 那啥, 这也没什么。 我也是看鸡家的所作所为, 很不爽。 最终, 我笑了笑, 看着云静解释。 反正看到鸡风的样子, 我们是很高兴的。 对了,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是不是淬炼完倒气之后, 就准备出去了? 这时候, 云静再度对着我出声, 看着我的眼神之中, 似乎带着一抹期盼。 而我则是点了点头。 没错, 这些赤阳精, 应该足够我淬炼到七到五重了。 到时候, 我会离开这个赤阳剑。 我看着云静如实说道, 等我倒气, 淬炼五次之后, 这赤阳剑也并没有什么好处。 我现在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提升实力。 必须要选择另一个能够提升实力的地方才行。 这样, 那你们将在在什么地方? 到时候, 我要是出去的话, 可以去找你啊。 刚说完, 云静突然发现, 这话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是, 我是说, 你就过我好几次嘛, 我去登门拜谢。 算是勉强地解释了一下, 云静抬起头。 啊, 这些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 江家在小世界的什么地方。 想了好一会儿, 我看向面前的云静。 那啥, 我们家族很小的, 族内的长辈跟我说过, 不要随意透露, 免得招了仇人, 你见谅啊。 我也不知道, 这个慌扯得怎么样, 反正也就将就吧, 只能这样了, 我知道, 就算是我说了我并不是这个小世界的人, 那么, 云静也不会泄露我的消息。 但是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依不着云静的。 哦, 这样啊。 听到我的回答, 云静显然是有些失落。 片刻之后, 他又抬起头来, 随后给了我一张地图。 既然这样, 那我给你云家的地图吧。 到时候, 你可以来找我。 这次, 说完这句话的云静, 直接将地图塞进我的怀中, 然后转身离去, 弄得我愣在原地, 甚至是好长的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最终我也是无奈地摇头, 随后转身进入阵法之中, 这次闭关, 我要将盗气淬炼到五重, 然后才会出关。 因为我本身的实力, 已经到了太清静巅峰, 所以暂时, 只能在盗气淬炼上面, 有所提升。 这次的闭关, 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当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我身上的衣衫鼓动, 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我的周身散发。 倒气淬炼, 五次! 太清静巅峰境界, 现在我感觉到, 就算是遇上斩下施境界的强者, 我都能够一人应对, 而且还完全不需要动用我的神魂力量。 呼! 一口浊气从我的口中吐出, 我身上还剩下一千多的赤阳精, 现在这些赤阳精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 从阵法之中出来, 我在赤阳城转悠了一圈, 很快找到了刚从决战台之上下来的冷包。 这家伙这两个月, 好像很拼的样子, 反正我感觉到, 他第四次淬炼到气, 应该也快完成了。 而他的赤阳精来源, 自然就是在决战台之上。 江兄, 你要走了, 看到我的到来, 冷刀也是, 皱着眉头问道。 我点了点头, 随后将我身上剩下的一千多赤阳精给他。 这是我剩下的, 我现在用不着这个, 对你们来说, 应该有点用处。 面对我的布袋, 冷刀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接。 江兄, 你这就有些不厚道了, 我欠你的, 已经够多了。 冷刀无奈地摇头, 之所以选择给冷刀, 是因为我觉得, 冷刀和冷剑, 只有两个人, 他们获得赤阳精, 应该会更困难。 云镜至少有云家这样的大家族, 支撑着, 他们云家的弟子不少, 日子肯定是比冷刀和冷剑好过。 那也不差再欠这一点。 我笑看着面前的冷刀, 出声说道, 文言的冷刀微微一愣, 顿时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最终冷刀, 还是将这些赤阳精收下。 那啥, 我还不知道怎么出去呢? 这时候, 我摸了摸鼻子, 看着眼前的冷刀询问道, 说到这个问题, 我的确是不知道该怎么出去。 因为我进来, 就是叶英直接送我进来的。 面对我的问题, 冷刀和冷剑显然是又是一副 完全没有想到的表情。 江兄, 我们这些子弟想要出去, 只能经过传送阵, 不过八大家族不一样, 他们身上肯定有传送符, 这种传送符和空间符不一样, 会抵达特定的传送点。 随即, 冷刀让我把地图拿出来, 这时候, 冷刀在上面找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小镇。 这小镇, 竟然就叫传送阵? 还真是。 冷刀告诉我, 这片地方的空间之力比较薄, 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传送阵。 不过一般, 进入这里的家族子弟都知道, 所以地图上就并没有标明。 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 我便是站起身来。 既然这辆, 那我就预祝两位早日淬炼完成, 对着冷刀和冷剑抱拳。 江兄, 有缘再坏。 离开赤阳城之后, 我直接跟着地图的位置, 前往了传送阵的位置。 这时候的, 我也不由感叹, 还是家族大好啊。 人家八大古族的人, 既有特定的传送符, 直接随便捏碎传送符, 就能够离开这赤阳剑。 而其余家族的人, 就需要跑这么挺远的地方, 通过传送阵法出去。 不过现在说, 这些也没什么用。 我快速地朝着传送阵前往。 三天之后, 我抵达传送阵, 这传送阵各个家族的人, 每个月都是自由交了进出的费用的。 准确点说, 就是长期抱怨。 这同样是八大古族一起建造的。 所以, 家族子弟从这传送阵出去, 是免费的, 直接使用就行。 不过传送阵是利用气筋催动的, 所以, 催动的气筋需要自己出。 我进入传送阵之后, 发现这里面的人并不算很多, 我找到了传送阵的位置。 可是, 要离开赤阳剑? 那人看了我一眼, 随后沉声问道, 这家伙也是个年纪不大的人, 实力再太亲近七重, 也不知道是那个家族的, 应该是这里的负责人。 请稍等一下。 这时候, 这人对着我出声, 然后我看到他暂时离开, 好像是进入了传送阵里面。 看到这一幕, 我倒是并没有在意, 而是就在原地等候了起来。 片刻之后, 这家伙又回来了。 他看着我, 直接出声说道, 可以了, 上传送阵吧, 需要一百上品契金, 启动传送阵。 听到这声音, 我微微点头, 进入传送阵上面。 哎, 兄太, 稍等一下, 我也要出去, 我们一起啊。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道身影传来, 听到这声音, 我看到一道身影, 快速地从远处掠来。 看到来人, 我的眉头微微一皱, 太清净九重, 同样淬炼了五次到起。 但是, 这人我怎么没印象呢? 按道理说, 这种强者应该都会在赤阳城的。 而且我发现, 这家伙身上有隐秘气息的倒数, 如果不是我神魂强大, 根本就查探不到这家伙的真实实力。 你等下一轮。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负责人顿时间站出身来, 拦住了前来的这道身影。 我倒是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个时候, 这青年却是眉头一皱。 不对吧? 这传送阵一次课, 承载二十人, 大家还可以一起凑齐气筋开启传送阵。 凭什么我要等下一轮? 我少花五十上品气筋不行吗? 这家伙明显是懂行。 而且听他的意思, 这传送阵竟然是可以拼气筋。 就跟拼车是一样的道理。 反正启动一次都是一百上品的气筋。 但是每次可以承载二十人, 要是大家平摊的话, 肯定会划算很多。 我被坑了? 这是我第一时间的想法。 虽然说我并不缺气筋, 但是被坑了肯定是有些不爽的。 他要一起, 为什么不能一起? 我看着那负责人, 直接出声说道, 那负责人的脸色显得有些难看, 顿时间, 他并没有理会我。 而是看向面前的那男子, 出声说道, 小子, 别不识时误。 这话声音虽然很小, 但是我依旧听到了, 听到这话的, 我就更加有点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家伙肯定也不是个软柿子。 哟,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 我不就是想和这位道友一起出去吗? 怎么就不识时误了? 你们八大古族, 什么时候这么瞒不讲理了? 你是哪个家族的? 说这话的时候, 青年的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负责人, 听这话, 负责人一时间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好, 这可是你自找的。 面对青年的话, 这负责人显然是已经没有耐心和他解释, 而是直接让开路来, 出声说道, 你上去吧。 一人五十上品弃精, 负责人再度出声, 听到这话, 那青年也是如愿以偿地上来, 然后到了阵法之上。 在下诸葛清风, 这位兄台贵姓啊, 这家伙自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又看向我, 我也是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诸葛清风。 我心中却是在回味这个名字, 的确是没有什么印象。 我在赤阳界, 根本就没有听到过诸葛清风这个名字, 但是这家伙实力却这么强悍, 不去赤阳城? 没有道理啊。 江兄你好, 诸葛清风对着我出声。 就这样, 我们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 似乎是阵法启动啊。 我们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 随后我们进入空间通道之中, 这里出去, 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 反正上次我进来, 也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面前的空间, 闪现出一抹亮点。 快到了, 江兄,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这个时候, 我身边的诸葛清风对着我出声询问, 闻言得我微微一愣, 不明白诸葛清风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 好像没有啊。 我看着诸葛清风, 显然是想要知道, 这家伙所说的这话, 是什么意思。 我看江兄这印堂, 引有黑气缠绕, 估计是有杀鸡傍身啊。 诸葛清风再度出声, 听到这话, 我眉头一皱, 杀鸡傍身。 哦? 那你还跟我一起? 我猜得不错的话, 这诸葛清风, 应该适合一些面向之术, 或者也可以说精通, 但是这家伙明明知道我身上有杀鸡傍身, 却还跟着我一起, 这就让我有点不明白, 他在想些什么了。 嘿嘿, 江兄有所不知, 我们讲究的是隋缘, 既然遇到了, 那就证明, 我和江兄有缘分。 俗话说得好,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我不和江兄同行, 或许会避开这次杀鸡, 但等待我的, 很有可能是又一次更加恐怖的杀鸡。 说着, 我看到诸葛清风的脸上, 露出了阵阵颇为神秘的笑容。 第363章, 八方绝杀。 我看着诸葛清风, 片刻之后, 也是微微笑道, 诸葛兄倒是看得很开啊。 这家伙明知道我会遇到危险, 竟然还跟着我来。 也不知道, 他所说的这些说辞, 到底有几分真假。 不过话说回来, 他说, 我身上有杀鸡傍身。 那么, 针对我的杀鸡, 又是什么? 江兄, 快到了, 准备一下。 就在我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身边的诸葛清风再度出声, 对着我说道, 听到这话的瞬间, 我微微一愣, 随后看先前面的空间通道。 因为现在, 我们已经是可以看到出口, 就在我们的面前不远处。 我看向身边的诸葛清风, 这家伙嘴角似乎随时都带着一抹淡笑, 而且极为神秘的样子。 他当当提醒我, 让我准备一下。 突然, 我们的身形一顿, 出了空间通道, 出现在外面的一个传送阵上面。 这个时候,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 都很正常。 这外面就是一个小镇, 应该也是因为, 和赤阳界有连接的原因。 我和诸葛清风的出现, 到时有很多人围观。 不过看到并不认识我们, 就并没有过多的注意。 诸葛兄, 我们就此道别。 察觉到好像并没有什么情况, 我也是对着诸葛清风抱拳, 准备离开。 这个时候的诸葛清风, 却是摇了摇头。 无妨, 既然和江兄遇到, 就是缘分, 我们多走一紧。 说完, 诸葛清风就站在我的旁边。 而在他刚刚说完的瞬间, 我便是感觉到, 有一道道气息, 似乎是凝聚, 然后落在我的身上。 察觉到这一感觉的瞬间, 我心中便是一惊, 果然有人盯上我了。 那么, 这些人是谁? 赢家? 我第一时间想到底, 就是赢家, 因为我也就和赢家结怨最深。 如果说一定有人想要杀我, 那么就是赢家。 当然, 王家也有可能。 毕竟那王旭给我斩了一条手臂, 而且, 那条手臂还被我给废掉了, 他连接回去的机会都没有。 而身边的诸葛清风, 此人给我的感觉并没有任何的敌意。 而且, 他似乎看出来我又杀鸡傍身, 这样的情况之下, 依旧跟着我。 这让我有点看不透, 这家伙, 到底是想要干嘛? 诸葛兄, 现在我是真的有麻烦了。 我看着诸葛清风, 继续出声说道, 文言的诸葛清风, 却是毫不在意。 江兄莫要在意, 刚刚我已经说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走吧。 这地方, 这些人明显是不会动手的。 诸葛清风很是自信地出声。 而听到这话, 我也是微微一阵无奈, 这家伙竟然一定要跟着, 他就让他跟着好了。 我和诸葛清风离开了这个小镇, 这个时候, 我问诸葛清风, 诸葛兄, 你觉得, 我们往那边走好一点? 诸葛清风依旧是一点很淡然的笑容。 江兄, 你决定就好, 无所谓。 看到这家伙的样子, 我越来越搞不明白, 他到底要搞什么鬼。 最终我只能随便选了一个方向, 便是快速地朝着前方掠去。 差不多有两三个小时之后, 我们选择在一处周围, 好像并没有人机的地方停了下来。 诸葛, 追了这么久了? 难不成还想我请你们吃饭? 随后, 我站住身形, 看向身后, 出声说道, 花音落下之后, 顿时间, 在我的身后, 便是有着好几道身影, 不断地朝着我们这边靠近过来。 片刻之后, 这些家伙就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一看, 眉头跟着微微一挑。 好家伙, 八个, 全部都死斩下狮境界的强者。 一个个, 都是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当然, 还看向了我身边的诸葛清风。 八个斩下狮, 江兄的面子挺大啊。 这个时候, 我身边传来诸葛清风带着一丝调侃的声音, 听到这话的我有些无语。 这家伙都什么时候了, 竟然还开这种玩笑。 小子, 这事儿不关你的事情, 现在离开, 还来得及。 就在此时, 其中一名斩下诗境界的男子, 对着我身边的诸葛清风说道。 文言的诸葛清风微微一愣, 随后指着他自己说道, 你在跟我说话吗? 这使得那男子微微一致, 大爷的, 这里还有其余的人吗? 我跟鬼说话? 不好意思, 我和江兄实在是一见如故。 你知道的, 人生难得一知己, 我和江兄还有好多话题没聊呢。 淡淡的声音从诸葛清的口中传出, 这家伙的话, 将面前的那男子气得不轻, 这里八个斩下诗境界的强者追杀我, 让他离开, 他竟然还不走。 好,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看来是想要帮这小子了。 这样, 那就只能怪你自己。 花音落下, 八道身影直接飞掠而出, 然后将我们两个人围在中间。 我看着这些家伙, 他们身上的服装并看不出他们到底是哪个家族的人。 那傻, 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是哪个家族的人啊? 至少这样也能让我心里面明白一点不是。 我摊了摊手, 看着周围这八个准备动手的斩下诗强者, 出声询问。 嗯, 江兄, 听你这意思, 你在赤阳界还得罪了不少试炼。 诸葛清风看着我问道, 文言的我摸了摸鼻子, 说道, 还好吧, 我记忆里面好像也就三四个。 的确不多, 和我发生过矛盾的最开始是赢家, 然后就是苏家, 苏家之后是王家, 然后又牵扯出鸡家。 主要的是, 这赢家和鸡家都八大鼓足, 王家的势力好像也挺大的。 小子, 这些问题, 你还是留着去地狱问阎王吧? 为首的那男子低贺一声, 这些人显然废话并不是很多, 他们要尽快地完成任务, 好去交差, 话音落下的瞬间, 这个时候, 我便是看到, 八道身影直接朝着我们掠来。 与此同时, 我看向身边的诸葛清风, 诸葛兄, 要不你还是走吧,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这时候的诸葛清风则是微微摇头, 没事, 我看一会儿再走。 我,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这家伙不是来帮忙的吗? 而此刻的我看到诸葛清风身形退开, 然后站在一边, 真的进入了观战的状态。 快, 先杀了这小子。 而这八个人的第一目标, 很显然是我。 所以他们要先将我灭杀之后, 才会去管诸葛清风。 深吸了一口气, 说实话, 实力提升到目前的境界, 我还没有全力出手。 试一下, 我到底是有着多么强悍的战斗力, 到底是能不能对抗斩下诗境界的强者? 更想知道, 我能对付多少个。 体内的倒气汹涌而出, 经过五次的淬炼, 我身上的倒气, 似乎已经是凝炼到了极致, 手中的问天剑之上, 真正血红的气息缠绕着, 看起来极为的妖异。 我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 朝着面前一剑斩了下去。 剑气爆发, 顿时朝着眼前的这家伙包裹过去。 砰! 一声剧烈的撞击传出, 一道气浪在空中掀起。 而我和面前那黑袍人的身形, 也是跟着朝着后方暴退。 那斩下诗境界的强者, 眼神之中, 闪过一抹震惊, 似乎并没有想到, 我竟然能够直接和他硬碰硬。 这小子不简单, 大家不要大意。 此时, 为首的那家伙再度出声, 我感受到, 身后有着树道进风朝着我袭来, 体内的雷电之力快速地汹涌。 我身形便是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在原地。 这家伙的速度, 怎么如此快? 有人攻击落空, 看着, 我已经出现在另一处的身影, 显然是有些猛逼。 而我此刻手中的问天剑, 已经高举起来。 一剑, 入魂! 低沉的鹤声, 自我的喉咙深处发出, 手中长剑之上, 无数的虚影浮现出来。 而我脚掌之下的雷电之力, 在空中一闪而逝, 我的身形, 直接出现在其中一名斩下师境界的强者面前。 手中的长剑, 轰然间朝着这家伙毫无征兆地斩下。 空中, 隐隐隐有着雷弹在闪动, 这斩下师境界的强者瞳孔一缩, 手中的冰刃便是准备提出来挡住。 然而, 当他挡住的那一刻, 他才发现, 我的剑, 竟然已经穿过了他的冰刃。 扑刺, 一声刺耳的声音传出, 长剑直接从他的胸口斩了下去, 顿时间, 一道极为猙獰的伤口出现, 鲜血顺着伤口不断地汹涌出来。 啊! 凄厉的惨叫声紧跟着传出。 而我的身形也是在此刻暴退, 因为我感觉到, 在我的两边, 有着两道恐怖的气息正在朝着我这边靠近过来。 很显然, 这两个家伙是想要对我围攻。 不过我占据这速度上的优势, 绝对不能被他们围攻, 不然的话, 我的处境将会是相当的危险的。 对于这个问题, 我认识得相当的清楚。 我身形闪略而开的瞬间, 两道身影就出现在那家伙的面前。 不过我这一剑, 几乎要了那斩下试强者的半条命。 现在, 他身上的气息虚弱到了极致。 快, 杀了他, 杀了那个混蛋! 他看着我嘶吼, 面色苍白无比, 胸口的伤口依旧在不断地流淌着鲜血, 因为问天剑的剑气还残留在上面, 不断地侵蚀着他的身体。 这小子诡异得很, 速度奇快, 两人一对。 这时候, 为首的那男子也是低鹤出生, 顿时间, 剩下的几个人也是快速地合并, 不再单人行动。 看到这一幕的我也是微微一笑, 有点意思。 与此同时, 其中两人直接朝着我略来, 而另外的两人也是瞬间从另一个方向朝着我围攻过来。 看着架势, 这次, 这次我不管是从哪个方向离开, 他们都能够捕捉到我。 深吸了一口气, 我感觉到四周的气氛显得有些凝重起来。 这个时候, 我眼睛死死盯着某个方向, 竟然无法取巧, 那就直接杀出去。 这时候, 有两人已经出现在我的身后。 噼啪! 脚下有着雷弧闪动, 随着两道手掌轰击在我的背后之上, 顿时间, 我的身影开始缓缓消散。 什么? 残影! 两人大惊, 与此同时, 我的身形直接出现在另外两人的面前。 斩天! 拔剑朔! 低沉的鹤声传出, 剑光乍现, 携带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两人的瞳孔一缩, 似乎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下一瞬间, 一颗脑袋直接掉落。 鲜血从那脖子上喷涌出来, 甚至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而旁边一起的那个家伙瞪大了眼睛, 无比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猛然间朝着一旁暴略而开。 因为他怕, 他下一刻死的就是他自己。 不好, 这小子的实力和情报上的不符合。 有人大喝出声, 这才交战短短的时间就有着一人死亡, 一个重伤。 而且, 对方的实力还只是太清净九重。 诸位, 我觉得, 你们今天的围杀任务很可能完不成。 所以我还是建议, 你们返回吧。 别到时候全部死在这儿, 老脸都给丢光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诸葛清风微微出声, 听到这话, 剩下的六个斩下师, 竟借强者面色一寒, 八个斩下师来, 围杀一个太清净, 现在却要落荒而逃, 这传出去, 恐怕会更丢人。 怎么办? 有人看着为首的中年男子出生, 为首的那男子, 面色显得极为猙獰, 他的眼睛盯着我, 又看向了身边的诸葛清风, 随后, 冷笑道, 哼哼, 小子, 不得不说, 你真的是很让我们意外, 不过你放心, 今天既然是为了来杀你, 自然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还有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小子, 刚刚让你走你不走, 现在, 就算是你想走, 都走不掉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我神情一宁, 看着眼前这家伙的样子, 他手上似乎还有着什么厉害的底牌一样。 与此同时, 我按道诸葛清风这家伙, 不帮忙也就算了, 你还帮到忙。 为首男子手中一掏, 我便是, 看到一个圆形的托盘, 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托盘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什么普通的。 倒是这个时候, 诸葛清风出现在我的身边, 眼睛盯着那家伙手中的托盘。 看来要出底牌了。 诸葛清风淡淡的声音传来, 听到这声音, 我倒是并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此刻的那展下诗男子, 却是将体内的倒气, 尽数朝着这托盘之中灌输进去。 小子, 你有幸死在这阵盘之上, 也算是你的福气。 听到这话的瞬间, 我顿时有些觉得搞笑。 既然是福气, 你怎么不用这玩意儿自杀呢? 杀别? 面对我的话, 那家伙神情一致, 显然是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回这么一局。 哼, 死到临头, 竟然还如此牙尖嘴利。 说完, 他手中的托盘朝着空中一抛, 这托盘开始快速地迎风暴涨而开, 随即, 便是看到, 一个巨大的光照, 似乎是将我们所有人都笼罩在其中一样。 一阵阵极为浓郁的杀气, 开始在这周围弥漫出来。 哦, 八方绝杀大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